各位好,欢迎来到Linux核心设计系列讲座 那在我们这一次的讲座 希望来跟大家探讨同步的机制 那这边讲的同步的机制呢 就是各位一定有听过的这种 像Mutex、Semophone、Spinlock这一系列的同步机制 那在我们探讨这些细节之前 我希望大家有个认知 我们讲到这个作业系统核心的同步机制的时候 其实涵盖的层面是很广泛的 它不是只是包含说作业系统核心内部 甚至你要考虑到包含说计算机结构 对,你没有听错 就是包含说多核心、抑制多核心 或者说它是对称多核 那还要考虑到记忆体本身的形态 那有可能是说一个 比方说有两个对称的处理器 然后共用一组记忆体 这是一种模式 但是也有可能是两个对称的处理器 然后呢它用的记忆体呢 是两个实体上就是不连续的 然后本质上甚至也可能是不对称 那当然这样讲你可能比较抽象 不过你心里有个概念 其实我们现在设计作业系统以及学习作业系统 你不用管说这个资料中心在哪里 你甚至也不用管资料中心有多少台电脑 反正你就打开服务就对了 那可是以工程来思考 电脑会不会坏 当然会坏 那电脑会坏的话 那依据ABI research的数据说这些资料中心每年用百分之二十的故障会发生 所以听起来很可怕 百分之二十不是很小的数字对吧 那所以这百分之二十很可能是来自硬体本身的故障 比方说过热啦 或者说像这个硬碟啦 SSD这些储存装置出的问题 或者说软体本身 那当然也可能来自这些供电 就是说这个比方说这种 Power supply本身的问题 那当然这个Day-Synet 远远超过我们能够理解的范畴 当然我们在这个系列讲座也不会提到的 这里面有很多商业机密 我也不能跟你讲太多 就算我知道 但是在这之前我希望大家去真的要去想 就是说我们讲这个同步是一个很广泛的议题 那我想要怎么去探讨呢 就是说第一个我想带着大家去回归到基本面 那这边我会参考这个Donald Porter教授的教材 那这个教材的材料也可以在网上可以看到 然后我就参考他的这个投影片 然后斟酌给一点说明 所以待会进行的时候 如果说你看这个 我的讲解不是很懂啦 可能是一些词位上没有听清楚啦 或者说一些细节 那这里面又有一些可以对照参考的这个材料 那所以我会以这个Poder教授的这个教材为主 然后去斟酌解释一些概念 然后那接着呢我会拿这个中生大学的罗西武副教授 他整理的教材 那罗老师在中生大学这十几年是非常非常认真的老师 那他在最近呢他就把他的这个教材 把他公租一室 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 因为对比某一些使用万年教材的老师 这个罗老师这样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然后他也是用这个息息授权 就把这个教材释放出来 所以希望大家来支持这个优秀的这个繁体中文教材 那我想如果你是从业人员 那你一定会这句话你可以感受很深 因为你搜寻Linux知道几乎看到的都是简体为主 那如果看到繁体通常不是要不太旧 不然就是他内容你可能会质疑 因为写完没什么要讨论 那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线上讲座呢 也是希望说透过这样的机会吸引大家的这个关注 那在正式进入之前 再次提醒大家 就是如果你过程中呢遇到一些问题 那你可以请你善用这个讨论区 然后就比方说像这样的提问 那当然有可能我讲错了 这是绝对会发生的事情 好然后那我们就开始吧 那我先来看一下这个Porter教授的这个教材 Porter教授他的教材 上一次更新是在2016年 就是两年前 不过还是很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门课他怎么进行 他这门课呢 参考了这个 MIT的一门课叫做 Operating System Engineering 但是因为MIT的课程 那门课实在是太困难了 因为这个刚刚讲那个 Operating System Engineering 说起叫OSE 那MIT的OSE是非常知名的课 但是因为他的难度很高 而且 哲损率也是蛮高的 就是说 你可以之后可以去尝试 像我之前有尝试去学习 就是MIT的OSE课程 那其实他一个学期不到三个月的课 我花了超过半年 我才能够比较好一点的掌握这些资讯量 因为实在是蛮困难的 当然也知道为什么MIT之所以有MIT 这很瞭不解释 那这个Port教设呢 他就做一个取舍 就是说他也是 从这个MIT OSE的精神取出来 但是他更在意的地方是说 包含说Linus啊Windows 这样的一个真实世界 作业系统怎么运作 而且他里面举了蛮多这个Linus例子 那他做了很多参照 那当然你也可以看这门课 因为这门课很多 很多材料 比方说最后他们会产出一个叫JOS64 那顾名师就是一个64未远的一个教学用的作业系统 那你可以看里面看到说一个 一个作业系统怎么去运作的啊 从Bloader怎么运作 然后从记忆体配置啊 然后系统呼叫 就是谁这些 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这个材料 我们今天参照的材料 就是从他的这个教材里面启动一部分 在这个他的第四部分 讲这个同步的部分 所以除了看这个这一次的讲座之后呢 你也可以参照这个Port教授 那尤其是右边这些 他列出了这个论文 这几篇 包含说 SOSP啦 然后OLS 大家都知道就是说 SOSP跟OSDI是研究做一种最顶尖的这个 学术研讨会 好那我们就从这一份开始 那这一份呢就跟你探讨说这个Linux Kernel的同步机制 那如果说我们用一个比较高阶的方式去看待这个Linux Kernel的设计呢 就是本来说不只Linux Kernel应该要看待一个作业系统 那你大概可以这样子分 就是说在使用者层级会有这个执行序啦 或是Process 这是所谓的行程 那当然在硬体来讲的话呢 就会有各式的 就是包含说处理器啦 那包含说中断 然后再来是各式各样周边 那注意到画面中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叫Consistency 就是说这个字的中文意思是一致性 但是一致性不太能够涵盖这个它的英文的这个 英文的这个广办的意思 那我们讲的一致性是说 比方说你思考一件事 假设你有两种不同的CPU 就像我们这支手机 那这支手机呢是魅族手机 那为什么我常常帮魅族打广告 不是因为是魅族送我手机 那更重要里面是里面用联发科的晶片 那用 所以我们要支持国产啦 爱用国货 好那里面的联发科晶片很好玩 它有三种cluster 就是说在这个处理器 在这手机里面的处理器 它有十个核 对你没听错 十个 那十个核里面呢 它是 它是比较 它就分三个档次 就是 其中有两个核心 是属于很强的 所以你跑那些 Benchmarking啊 或是跑那些高档的游戏 或是真的很需要CPU资源的 就是两核 然后接着就是什么呢 接着是四核加四核 就是说有强 中 弱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说 你当然 当然你猜得出来这个东西的切换嘛 有强中弱 那平常的时候强的处理器会关掉 这样才能省电 那尽可能用比较弱的处理器去 比方说接电话啦 或者听音乐 这都不需要太复杂的运算 相对 你说为什么接电话 运算量不是很大 因为接电话事实上它是经由Modern 而不是经由CPU 所以CPU在这个时候其实没有太重的负载 它顶多是更新说 更新说这个接电话的状态 切换这个声音的那个 我们称为Audiopad 就是声音的路径 要从这个speaker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 一个音效装置 转到另外一个音效装置 以及说你可能要有一个萤幕键盘 对不对 比方说你打那个 比方说什么 你信用卡在海外移私 这件事我很熟 然后总之你信用卡在海外移私 你只要去报私 就要按那些萤幕的键盘 好 那总之就是说 你会发现有三种不同速度的处理器 可是呢 周边 比方说像你看到萤幕 对吧 萤幕这个是怎样 是同一个萤幕 那你用到Modern 是同一个Modern 那你用到很多装置本身都怎样 是涉及到是同样的 印理周边 然后呢 机体呢 也有可能这样 也有可能是同一组机体 但是也有可能是 不同的性质组合 好 那总之你有高中低 不同的速度的这个处理器 但是你要存取 共用的 的记忆体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问题 所以我们会涉及到一个东西叫Considency 先有点概念 我的管理还在解释 好 那回到这课头的部分呢 那课头当然就你所知的就是 这样的排程器 Schedule 然后机体管理 然后我们今天主要探讨的地方在 在Synchronization 那当然除了这以外呢 还其实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东西 比如说RCU 在我们最后说 为了探讨 好 Synchronization这个词很有意思 其实它的中文跟音 就中文翻译叫做同步 那这个字跟英文的意思 没有什么太大差异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字 听起来光听名字就理解了 对吧 就是有的跑得慢 有的比较慢 好 有人跑得快 有的跑得比较慢 反正我想一个方法 这样 在终点 反正我就设计一个方式 不管是先出发的人 或是后出发的人 好 设计一个机制 好 去检验 好 没有说我就设计说 不管你跑得快 跑得慢 好 反正我就是出发后的一个小时 好 我在 在什么 在某个地点 比方说某一个便利商店 大家在那边会合 那本身这个就是一个同步机制 但是呢 在作业系统内部的同步呢 它的考量点是远远超过这个议题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要特别去关注这个同步 好 所以事实上你看到这里 好 它其实是这样 很多时候呢 是在多个中央处理器的一个协调运作 注意到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说 这个多个有可能是它同样性质的 比方说它是对称的 对称多个 然后就是SMP 但是也有可能是非对称 就像我刚才提到手机的例子 它有强中弱 不同的这个 预算能力 当然它的功耗也不同了 在这样的一个不同组合下 我们要做到什么 做到这个资源管理 那要确保说它的程式 它的正确 那当然也要考虑到 硬体的能力的发挥 那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说 它里面有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 你听过很多次 你不见得很熟悉 但是听过很多次 Mutual Exclusion 就是所谓的互赐 好 那像这样的一个机制呢 它基本上是啥 它是一种锁 一个lock 然后呢 好玩的地方 也注意到这个 它说 a pointer-based data structure 我们都知道一件事就是 西元里面的指标是什么 它其实它是一个 记忆体的一个代称词 就是一个 你可以讲aliasing 就是说 pointer本身 在西元的pointer 它是一个数值 但这个数值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它其实就是 你考虑到 假设这东西是一个记忆体 那所以我pointer本身是一个数值 但是我在操作这个数值 我可以把这个数值指向的 指向到特定 我们可以定值的一个机体空间 好 然后这个地方呢 在考虑到多个处理器的时候呢 这个世界就变得复杂了 好 比如说 其中某个处理器要去存取到 某一段机体 这乍看没什么问题 对吧 但是如果同个时间有两个处理器都要存取 好 那更麻烦的地方是说 一边呢要写入资料 一边要读取资料 那我要我要以谁的东西为主 好 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好 所以你大概猜出来就会有个lock 好 那尤其是写过程式很多年的朋友 大家都知道 好 这个东西简单嘛 就是一个mutage lock 好 对 这个句话呢 对一半 但是 用lock 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你怎么知道你的lock是对的 以及说 你用的这个lock会不会导致 系统发生非一切的状况 比方说我们考虑到效率 你这些用了非常多lock 或者说 反正你就 凡事都是为了同步 那你发现说搞到最后 虽然听起来这样 我有多个处理器 可能搞到最后呢 其实只有 某一个处理器我运作 有没有可能遇到这种状况 事实上这样的状况 也不是我们预期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我们追求的东西 不是只是 呃 程式依据某个特定演算法 然后呢 实作成 Java程式 西元程式 或者说其他的这个 Python程式 这就远远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要的是 又正确 又好 又安全 之后呢 注意到这个东西是基本款 之后呢 再怎样 更好的维护 所以在 呃 你可以看到说 在我们这个系列讲座里面呢 有一个 比如说 呃 你所不知道的西元 那这边来讲话呢 我们就不是只是讲西元语法 就注意到 这边完全不会讲西元语法 那但是我们会探讨什么呢 比方说 探讨物件导向 会探讨一些 技巧 那这些技巧可以让你的 尘世维护 以及尘世的这个 呃 延展 更 变得更 更可以聚焦在这个抽象 或者特定的功能上 然后 关键的地方是 我可以更好的累积 好 那 所以注意到呢 就是说呢 这个 这些问题呢 绝对不是一个单纯事情 好 那这边呢 稍微记一个东西 叫做barrier 好 那这个barrier在 呃 中文的意思就像那个 呃 不是不是围墙 好 是那种淋巴 好 就是你 你想想说你家如果有这个花园的话 那 那 这个注意到我要讲 如果 像我 像我是来自乡下的 所以我听到 提到就是什么 那个 就是乡下花园 我就觉得基本啊 像 像我 我苗栗老家 我也 我们有 我们有三个花园 就是以前 以后 你说第三个花园在哪里 就是 走出去 后面还有一块地势 也是我们的 就是后面有一个小 小 小竹林 也是我的 所以对我来讲 我小时候觉得都是基本花园 我同学是这样 好 那当然到了都市就不一样 就是 呃 这个这个 是不同的环境 那barrier 它的中文意思是那种篱笆 好 比方说你这个 你是小花园 那你小花园有没有东西围起来 一个一个篱笆围起来 好 然后注意到一件事 呃 barrier这个东西 很有意思 很有趣的地方是 它原始的意思是这样 但是事实上呢 在延伸来说的话 barrier会在哪里出现呢 比方说会在 记忆体的操作出现 所以你可能知道 那个词叫什么 叫memory barrier 除了这以外呢 它还有会在 编译器的追加化 比方说compiler 它会有一些barrier 那甚至呢 会在一些 呃 经济学的术语 就有时候你会发现说 经济学的术语 跟电脑术语 有时候会有 名词会很像 那甚至电脑对经济学 可能是直接相关 不是正相关 也是直接的影响 好 然后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 好 就是什么 它会有一个barrier 那这个barrier发生的时候呢 这个词语器可能会怎样 会等待 就是等待这个barrier 然后呢 等待我完成某个运作 我才能够持续下去 所以你就想 想这个两边 一个是跑得比较快的 跑得比较慢的 所谓的龟兔赛跑 反正我遇到barrier的时候 不管是龟还是兔 不管你跑得快慢 反正我可能到某一个 到一个篱笆 或者到一个界线的时候呢 我要完成 才能走到下一个阶段 那当然 除了这件事以外呢 还有一个麻烦的事情 叫做什么 就是 CPU的这个中断处理 那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这个处理器呢 这个中断呢 不是只是来自周边而已 甚至会有这个 所谓的叫IPI CPU 叫什么呢 叫做Interpersector Interrupt 就是说 其实在多个处理器来讲话呢 我们来看一个图 图片 比方说呢 可以看到像画面中呢 它有好几个CPU 对吧 这边有标注成1 然后后面可能还有几个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这边有这么多不同的处理器 那处理器跟处理器之间的 其实怎样 它是 它会 它可以相互发Interrupt 然后呢 那这样的机制有什么用呢 其实它是很有作用的 比方说你去思考一件事 假设我有四个处理器 但是实际上呢 我可以要求其中三个处理器 先把它抑制 也就是说它不要运作 换个脚想 就是说 我一开始是有上电的 我是有通电的 但是呢 我要求这个处理器 其实我有四个处理器 那我要求其中三个 先怎样 先不去运作 就是你可以把它想成这个东西叫什么 Shut down 把它关闭 我们用比较 含糊的词叫关闭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今天处理器只有一个在运作 那接着呢 那我想要把其他三个处理器的核心 把它叫起来的时候呢 那我可以做什么事 就是用IPI Interprosexor Interrupt 那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 这个东西呢 挺复杂 好 那注意到了 这个东西也是什么 也是在同步的范畴内 好 那接着我们来讲这个Linus的部分 当然不要凡事都说 什么都叫复杂 应该说 任何行业 任何一个领域 认真探讨 它都复杂了 比方说 你说很多人觉得写网页简单 但这问题来 你写网页要写到什么程度 才有办法变成一个Facebook 对不对 那已经不是复杂了 那已经不是你能力好不好问题了 你要能够做得像Facebook一样 也要顺畅 在世界很多地方存取 也绝对不是有足够多的吸电就可以了 对吧 它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资本 一个资本的竞赛 那当然 你可以说最后也是个网页 fine 对 但是这样的讲是绝对是不公平的说法 那Linux的这个同步机制 那其实这个很有趣 你会发现说 你在学习一些Linux的机制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有些术语的是来自什么 来自像Database 来自网络 这是这种 比方说像这个 有个东西叫什么呢 叫Topology 你知道这个词吗 就是这个TOP 然后呢 CPU Topology是什么呢 就是说 事实上CPU它的组成可能很复杂 就像网路一样 就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现在处理器都可以做到很多核 很多个核心 对 然后那好玩的地方是 你看到 这个画面中的总共有多少核呢 那我看一下 实在是太多核了 你看上面 上面有四核 下面有四核 右上右下 所以总共加起来多少 就是四十六 所以总共有十六核 那你看 十六核左边是一个package 右边是一个package 然后呢 那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呢 我这个十六核 那事实上 从左边的package 到右边的package 那本身就像网路一样 对不对 就像头部结构 所以这个词呢 叫什么 注意大家 不要怀疑 这个词就叫CPU Topology 那 所以我们要考虑到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 事实上Linus的设计 是来解决问题的 Linus 开发从第一天 就不是来让你 看了程式码就会懂 所以我们强调很多次 千万不要去举足 就这个Linus的设计 从第一天开始才去解决问题 而且真实世界问题越来越长 越来越复杂 所以当我们在理解的时候呢 这个是一个很麻烦 就是说 它要解决的是真实世界问题 然后这个真实世界的复杂度是 是剧烈提高的 不是逐步提高 是剧烈提高 但是好玩的地方是 你我的这个 应该说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人的智慧的成长是 小时候是剧烈成长 那这过了一个时间 可能是十岁以后吧 成长就很有限了 那你看这个世界是剧烈成长 可是 你我的智慧很可能是只有这样的成长 这时候该怎么办 所以这个时代 其实最重要的能力是 学习能力 你必须学习 如何学习 那么再继续来探讨 好 然后呢 当然在过往来说的话 这个 讲这个同步 其实 其实如果说只有 一个处理器的话 其实是很单纯的 不是说 并不是说 单核的处理器 就不用处理这个 同步 因为事实上你还有什么 你还有interrupt 然后interrupt你可能知道有个东西 叫next interrupt 就是说 我处理 当我在处理中断的时候 又有出发新的中断 所以 你还是要解决同步问题 但是你的同步可能就比较单纯 比方说 你可能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 叫le-entracy le-entrance le-entrance 或者le-entracy 好 那注意到le-entracy 它的发生不见得要什么 不见得要有多资讯性讯 甚至你只要有一个interrupt 或者一个signal 这样就可以发生 那这个东西是在单核心处理器的环境下会运到的 但是事实上呢 我们要讲的东西是远远比这东西复杂 我们要讲的是在多处理器的状况 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说Linux的设计是来解决真实世界问题 那真实世界问题我们必须要把它分类 所以你开看一下这里 那我们分类上的设计你看它是来干嘛 它是我们会有个很有趣的状况 就是你看这句话 你说要去改善一个作业系统的核心的效能 那其实呢做法是怎样 是让核心内部有什么阻断阻射的状况 这个听起来很怪来看一下这个 为什么有这个设计呢来想一下 像我们都知道就是说CPU是很快的 然后呢我们主机体是相对慢很多的 那更慢的地方是什么 像那些Disk或者是那些网路通报处理大项 一般来说都是慢的 好那如果呢我们的处理器 一个很快处理器必须等这个很慢的这个DiskIO 那那变成说呢你处理器再怎么快 你只要一直依循这样的一个行为 你永远就是快点等慢的 这是一个非常悲剧的事情 但是反过来说呢 如果我们可以设计一个机制 这个机制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今天有一个就是我遇到这种要等待这个很沉重的这个DiskIO的时候呢 我先干嘛 我先把目前这个任务先把它暂停 然后呢我去重新排程 让其他任务呢去使用CPU资源 所以原本的任务呢 它会等待到什么 这个DiskIO 比方说有这个Intel发生啊 或者是某一个Signal发生 然后两个才继续执行 那这样的机制是一个很常见的机制 然后尤其在多核心来讲的话 这是一个安全策略 所以注意到 在Linux Kernel有个东西叫做BKL 叫做Big Kernel Lock 那它的过去的设计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做法其实很单纯 它就这样 它就锁定整个Linux Kernel 所以它对应到有这两个方式 一个叫Lock Kernel 一个叫Unlock Kernel 那注意到 它是这个东西是为了支援多处理器 就是暂时引入的这个锁定机制 当然这边讲的暂时其实一阵子的 好 然后呢 注意到一件事 像BKL 它一开始的设计是确保正确 在某个角度它也可以做到最佳化 像我们刚才提到 它可以避免 就是这个坑 很快的处理器要去等慢的 可是呢 这个等待呢 一等待是全部处理器 都要受到影响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呢 Big Kernel Lock呢 它的设计呢 它是来保护 Kernel 整个 Kernel 所以事实上呢 一旦Big Kernel Lock发生的时候 其实只有一个处理器 能够做特定的事 那你说这句话听起来不就跟Spin Lock很像 好 来注意到 Big Kernel Lock它保护的是整个 Kernel本身 而Spin Lock它保护的只是一个什么 单一的共享资源 所以虽然你在尤其你在读恐龙术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很大的 也许你会有一个很大的困扰 就是说这个Spin Lock 你把它翻译成自选锁 也可以反对就是说 它看起来就像一个转盘一样 其实这样 就是一个东西插进去之后 你一个转盘 它有一个中心 然后其他的不管多少处理 其实就在那边转 但是注意到呢 它是等待一个特定的共享资源 那一旦呢 这个资源没有共享 或是没有其他的这个疑虑的时候 它是这样 它可以被释放 好 那所以注意到一件事呢 这个两个东西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思考 当一个Process持有Big Lock Big Lock的时候 其实它是可以做排程的 所以注意到 这句话呢 就对应到什么 对应到这个 这边讲的意思 然后 但是呢 反过来说呢 持有Spin Lock的旗舰 是不会发生排程的 注意到 这句话 这句话 我们写一半 就是说 这个是 Spin Lock的语义 那事实上呢 在 后来Linx Kernel的改版之后呢 有一个机制 你可能知道叫做 叫做什么 叫做 Prient RT Prient RT这个 那Prient RT来讲的话呢 它事实上连 Spin Lock的语义 我们讲的SmackTips都已经修改了 所以注意到 这边讲的东西是怎样 是 设计上的思维 但是实做Spin Lock的时候 我们事实上可以把它转换成 Sleeping Semophone 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说这个什么 Prient RT 事实上呢 它有可能这样 它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 一般的Spin Lock把它变成什么 变成Sleeping Lock 也就是说 在Spin Lock发生过程中 事实上还是有可能会排成 但是这个排成的行为 不会影响到什么 不会影响到 这个共享资源 然后注意到一件事呢 在有BigCorn Lock的状况下呢 整个Cornel只有一个 这个道理很好理解 因为BKL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会保护Cornel 然后这个东西呢 在BKL在2.6.39 彻底被清除掉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ommit 好 那这个Commit在2001年 2002年发生 那这个Commit非常重要 因为事实上大家 大家在学习Linus Kernel的时候 或多或少会去买书 那你买书当然会 无可遍也会买一些中文书 当然我讲的中文书 是简体中文 通常我们台湾的 繁体中文书 没什么错误啦 尤其Kernel 没什么错误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台湾的 没什么中文书可以看 繁体中文书可以看 所以有时候看书 就只能看简体的 好 然后这个实简体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书本 它的这个 撰写是在2011年之前 就算它的这个出版日期 可能在2018年 今年出版 但是它的思路 或者它的材料 可能在2011年之前 所以它会提到这个 程式可能还有BKL 但是这个东西在 2.6.39 也就是2011年的这个版本 这个重要的修改 就是它彻底的把它拿掉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 BKL不要存在 好 好 那我们来顺便反向来对照 既然在2.6.39把BKL拿掉 所以我们来反过来看 好 BKL原本是什么 好 那你光看打明就看得出来 好 BKL我们看 一看存在是 有一个header叫什么 叫SMPLock 顾名实义就是针对什么 对称多核的Lock 然后再来是有个什么 有个东西叫KernelLock.c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实际上做的事情 好 比如说这个有刚才提到 这个SMPLock 那SMPLock的话呢 比较多你可以看到说什么 这边有什么 这个有一个releaseKernelLock 还有什么 reacquireKernelLock 然后再来是刚才提到 这个什么LockKernel 跟UnlockKernel 这是在BKL存在的时候 好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 你也会看到什么 会有个KernelLock.c 那这就刚才提到 这个典型的这个BKL 好 那它的存在的有个好处就是 因为它把事情变得简单 但是它的牺牲是很明显的 它有牺牲到这个效率问题 好 那你看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要掌握这个LinuxKernel 绝对不能只看什么 绝对不能看 某一个版本而已 其实你要看的是什么 它的变革 换个角度想就是说 你可能要拿 KermitLock来出来看 也就是说你在用KidKernel 玩Kernel下来 其实你应该去尝试干嘛 去看这些Kernel 每个版本 或是每一个小的更正 每一个Commit 到底本身在做什么事 好 那这边呢 你稍微记几个东西 好 你会看到什么 诶 这边有个东西叫Cash Line Online 诶 这东西跟Cash有关 对 然后再说 再次这有个东西叫Raw 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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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来什么呢 再次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TryLock 然后这边跟人家Reschedule 顾名师是他需不需要重新排成 好 那你看到这边有点影响 这个东西跟你想象中的这个 比方说我们讲这个Lock 好了 这个Lock跟你想象中的Lock 看起来有点不一样 对吧 好 你看到这个Lock本身 你可以看到好玩一般在哪里 就是说呢 这边有个TryLock 然后呢 里面有个TryLock 好 这件事很好玩 你看这边有个都坏 然后这边有个TryLock 但是这边的条件是什么 比方说它允许抢占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个城市马来 要去看什么 要看它那个改变的过程 那更具体来说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在2011年呢 就是有非常多的开发者 他们做什么事 就是要尝试把这个BKL拿掉 那所以这更早之前在 你可以看到说正式拿掉是2011年 但是在前一年就有非常多的讨论 好 那注意到这个讯息很重要 这个Onr是Linaro的这个Linaro里面 Kernel的Deviver 那它扮演角色非常重要 它在整个Linus Kernel的这个 尤其Onr的这个部分呢 它是前五名的这个开发者 就以那个卡面数量 然后这个Thomas呢 它是刚才提到Pring RT 就是说针对一些刚才的 像这个什么工业控制啊 还有Linus脉象 成为一个Hard Realtime的作业系统的过程中 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维护人 好 那所以你去看 就是看说它的修改过程中 它会提到说这个BKL 它的这个影响 所以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说 它会很设计不是只有Kernel而已 包含说它的周边 比方说是一些输入装置 甚至包含说 像是Microcode 处理器里面有一个Microcode 然后像USB这显然就是周边 然后包含说什么 包含在TTY 包含网路 所以原本的很多地方都用到BKL 但是这些东西 就是陆续 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提案从2010年 那陆续从这个周边啊 从这个档案系统啊 甚至包含说这个虚拟化的建设 比如这个KBM 虚拟化的建设 那我们在Linus核心设计之后 我们也有提到这个KBM 然后那所以可以看到说 Linus可能有很多修改 就是像这样 是逐步的 然后慢慢的调整 所以看到像前面是周边 后面是什么 后面是档案系统 各式档案系统啊 什么GFS啊 NTFS啊 可能是有人听过的没听过的 那BKL一旦可以拿掉的话呢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Linus kernel整个被锁住 就是Linus kernel整个被锁住的机会 已经大幅的排除了 不是没有 但是多数的情况下已经排除了 那当然说这样的机 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很明显 就这样 让Linus kernel的这个CPU使用率 就是去大幅提升 好 然后换个角度去思考 就是去思考说 那整个议题来说的话呢 我们关注Synchronization 在意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当然就是说 让CPU使用率变得更好 好那当然这无可避免就会整个系统变得更复杂 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个一个词叫Scapeurty 好那它的中文翻译呢 其实没有一个一致的那个术语 所以这个你可以把它翻译成这个延展性延伸性 那你说那这样不就跟那个Extensibility中文词是 这就是讲这个Scapeurty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所以为了避免你认知上有些冲突 所以我们这边用语还是用语言文Scapeurty 那Scapeurty在讲什么 就是说你可以思考介绍 当你的处理器只有单核的时候 我可能就是考个10分 那有没有可能你有两核处理器的时候呢 可以考20分 三核处理器的时候呢变成30分 那当我变10核的时候不就可以考到100分 那这就是我们所谓这个整个这个 随着硬体规模的扩展 随着这个硬体规模扩展 软体的表现也可以变得 也可以怎样 也可以跟着上硬体的发展 但是很不信任 通常这件事是不会发生的 好 那所以我们就想 诶 整件事本身问题在哪里 注意到这句话 他说其实多数的软体 它在整个设计不是那么scale 就是说他其实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那你说那作业系统本身 作为一个很特别的软体 作业系统本身当然是一个软体 它是一个这么特别的软体 它遇到这个Scapeurty的时候 我们该做什么样的思维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你可以看到什么呢 横轴是CPU的数量 然后重轴是什么 重轴是执行时间 当然是这样 当然是执行时间越短就越好 所以你看在蓝色 蓝色这个线 就是说当然了 我处理器数量越多的时候 我执行时间越短 但是真实其实很尴尬 这情况就是说 一个和尚是有水喝 三个和尚有可能就没水喝了 所以可能是这样三个和尚没水喝 甚至更惨的地方是 CPU核心变多 处理器变多的时候 有可能反过来 你说天底下哪有那么多白车系统 对不起这种系统很多 包含你的手机 有些程式码就是这样 核心数量变多 执行时间还会增加 所以我们其实面对的问题是很麻烦的 就是说我们理想上预期是说 我处理器越来越多 我这种执行时间越短 但是往往你很可能只能 你只能做到绿色这个地方 就是说它跟不上你的理想的状况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研究人员 很多工程人员 日理系列的投入 它又会解决什么问题 就是说我们能达到理想中的状况 那我们如果把它做一个 把刚才那个曲线 把它调整过来 把它变成一个导数 也就是说我们去定义 什么叫做效能 那就是执行时间的导数 所以我们用这个东西 做定义的话 你可以看到我们理想上是这样 当我的硬体的运算资源增加的时候 我的整体的效能可以提升 但是很不幸的地方 很多时候你会遇到是像 红色这个地方 就是说当我这个硬体规模扩正的时候 其实执行的时间还是一样的长 也就是它效率还是一样的差 你说怎么有这样的软体 这种东西多的是 比方说大家以前写软体 就有这种问题 比方说你处理器有四个核心 可是你今天排序的时候 是用什么东西排序 比方说bubble salts 那bubble salts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 我不管原始的这要怎么分布 有可能大的 中的小的 然后更大的 那我不管它原始的这要是什么排列 反正我就像气泡一样 我越大的子我就这样让它慢慢的冒出来 然后就慢慢浮出来 所以会发现如果你要从小到大 那你就是 从小到大的排列你会做什么事 这边如果有比较大的东西 我就会慢慢把它推到右边 那我在推的过程中又找出更大的东西 一直推推推推推推推到直到最右边是什么 最大之位置 那这时候最左边也会怎样 变成最小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呢 这种演算法本身没什么错 但是它最大问题的 它从来就只有某一颗处理器在排 那所以势必呢 你需要引入一些执行序 更重要的地方是你要去修改 一些计算法 比方说我有四个执行序 那我在Compare and Swap 就是这个BubSort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作 在我做比较 以及交换的时候 这个东西我可以由多少个处理器 同时间去执行 注意到这个东西就影响到了 我们的所谓这种Skibit 那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麻烦的地方是说呢 作业系统提供的协助往往是很有限的 更多的时候是要由开发者去设入的 那你会好奇说 那请问作业系统 本身提供什么样的支持 作业系统会提供一个机制叫做 一个资源跑步机制叫Locking 那会有这个Cost-Grain Lock 跟Find-Grain Lock 那Cost-Grain Lock跟Find-Grain Lock 它的东西对应到什么呢 如果你去查它的英文意思 其实就像左边跟右边这样 那Cost就是颗粒比较粗 你看它这种颗粒比较粗 那右边来讲不是没有间隙 它就像那个沙子一样 大家知道沙子本身 它其实是这样 它其实你可以想到它这个 很小 从一开始可能从很大的实力 那就是石头 那就是一点一滴的这样拆下来 所以本身上呢 它一开始是一个很大的石头 然后磨来磨下来变成一个沙子 这个Sane 但是呢 沙子跟沙子针有没有空气 其实有空气的 好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颗粒的粗跟细 去定义什么 它的这个粗细度 所以它会分 粗的 比较粗的这个 那个力度 跟比较细的力度 这个叫Cost-Grain 跟Fine-Grain 那具体来说的话呢 这东西的这个设计来讲是什么 Cost-Grain-Lock 来说的话呢 它持有时间可以是很长 好 因为它每个单位都是比较大 像一个开战 唯一Lock 就可能Lock一个区域 然后 那 甚至你还可以继续延长这个Lock的时间 好 好处在于说呢 如果你要设计一个作业系统 或者你要设计一个 这种 共享资源的保护机制 那你责任期比较小 难度在什么 难度在运用Lock的本身 因为你一次管理的东西是一整块 所以我要回复到原本的状态的时候 比方说我去保护这一个区域 我要还原的时候呢 你要负责代价比较大 那另外一个东西叫Fine-Grain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我让这个每个Lock 它的持有时间让它变得很短 可能是这种几秒 或是几毫秒 这种 就是让这个东西变得很小 所以我不太会有这样左边这样子 我一Lock可能就一整个区域 完全像左边这个像拼图一样的东西 一整个Lock 就一整个大区域就这样 就Lock住了 那所以泛国人Lock呢 听起来好像 听起来这样 好像比较理想 但是比较麻烦 那边是什么呢 就是资源管理 变得很沉重 因为它 就是我Lock这个当下的时候呢 这样 可能另外一个部分资源就在Unlock 那同理就是说 我一直在Lock跟Unlock的交错 那会不会有些资料呢 是相互影响的 这在整个在Fingrain Lock 是一个很麻烦的一题 所以有时候呢 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地方是说 我们要写出Cost Lock 其实很容易 好像很多人写程式 就上面加一个MuteX Lock 然后呢 里面跑一个回忆圈 跑一个很复杂的判断室 或者跑这个程式 然后之后再Unlock 所以你就想要对应到画面通知 它就是一整个区域 它就 只要是相关的资源 所以这整个区域呢 比方说我这样标起来这个区域 滑鼠标出来的区域 它可能有很多资源 那这个资源在这个过程中 它就被锁出了 所以一旦要 存取到这些共享资源的 另外的执行序 或者其他的执行单元 就这样 就必须要等 那当然你可以把这些东西切得很细 那问题 这些东西的正确性 这些东西的维护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责任 所以注意到这个议题 我们休息一下 好 那我们继续来探讨 刚才提到这个Cost Cost-Grain Lock 跟Find-Grain Lock 它讲这个是 整个 整个你Lock的范围 以及它里面的资源 那当然 你可以看到说 这两个东西的那个对比 那这两个东西对比是这样 就是说 在Find-Grain Lock 那你必须要花很多心思 去确保它的正确性 那某个角度来讲 它有机会得到更好的这个效能 那Cost-Grain Lock的话 它很直觉 就像多数人写程式一样 它也是很直觉 反正你觉得说 什么东西需要保护 你就这样 就Lock 那Lock过程中 可能有Lock其他的资源 反正你就 就这样 比较粗的刻度去写 那但是麻烦的地方是 它的这个效能来说 有可能比较差的 就像在前面提到这种 Bubble Show这种例子 那真实世界的这个开发呢 往往是这样 是在这两个地方在 就像翘翘板一样 在两个地方去摆档 因为你不太可能 一开始就把所有 需要保护资源想清楚 不太可能 所以你可能一开始 就是用Course Green Lock去撰写 那反过来说呢 因为现代且城市的那个 会大量的接触到 开放原始码的城市 所以开放原始码城市 有一个很麻烦的地方是 它可能已经做了很多最佳化 所以你可能拿到城市码 反而是右边的部分 就是一个Find Green Lock 那可是因为它颗粒实在是切太细了 那很多东西的复杂度很高 所以你往往呢 在做什么事 把它城市码简化 那一旦简化的时候 又变成到左边的时候了 对不对 所以就变成原本是很复杂的那个议题 那你把这个东西简化 所以它逐步又跑到 向左边的一个部分 所以有时候它是一个取舍 好 然后再来是我们想要跟大家探讨 这个Automic Instruction 那你也可以叫它做Automic Operation 那它的这个缩写叫做Automic Automic Operation的话 你可以把它缩写成叫Automic OPS 那它原始的意思就是讲什么 就是就像原子一样 不可不可不可切割 那注意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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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当然这个观点是是古代希腊人的观点 那是让大家知道就是原子里面东西可多了 对不对 有这个有这个电子 外围的电子 然后有中指有直指 那是还发生什么 有上垮克下垮克 反正就反正有非常多的粒子在这边 好 但是我们现在不去质疑这件事 反正我们就先把它当做什么 像原子一样不可切割了 依据这个希腊的这个观点 好 那你看到这个东西很老板 它这个东西的源头是这样 就是有很多指令的本身 它其实它需要非常多的这个CPU Cycle 即便像这样的一个操作 你会看到B加C的结果 指派到A 注意到不能念成等于 这个是指派 assign 那我把B加C的结果 我先做一个加法 那加完之后呢 再指派到A 那你会觉得最重要的东西是加法 其实错了 它其实 它其实是这样 它需要载入 有两个漏的 我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要把 B跟C的结果 载入到哪里 从记忆体载入到暂存器 然后呢 我在暂存器做完加法之后呢 我再把结果 B加C真正的结果 这个数值 把它指派到哪里 指派到A 也就是我从暂存器指派 Store到哪里 Store到记忆体 所以你看看 这边有两个Store 两个Low的 然后一个Store 那问题来 整件事难就难在这个地方 我们有两个Low的 一个Store 好 那有没有可能发生 会有这个时间交错的问题 有没有可能 有 然后如果说你对计算机结构 还有概念的话呢 那你会发现说 我们讲这个 Volumeral Architecture 跟Harvard Architecture 其实本质上就有很大的一个差异 在Harvard Architecture Load跟Store 这东西是怎样 就是我资料跟指令 这东西可以在同个时间处理的 所以注意到 这种会发生这种 Inter-living 这个交错 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然后在我们 比较后半段里面 我们提到这个 Memory Ordering 跟这件事有很大关联 那总之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交错就有可能导致这样 非预期的状况 所以你说 什么叫做 Automic Instruction 其实它的主要意义在这里 就是说 我确保 整个操作本身 不管在哪个处理器来讲 我这个Low的跟Store 这件事呢 不会有交错 比方说呢 我就是先做什么 Load Load 然后Add 再Store 如果呢 你可以确保说这个过程呢 它不会有交错 注意到它没有保证顺序 它是保证 我不会交错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成为了 这叫做Automic Instruction 好 注意到一件事呢 这个的代价呢 是相对是高的 所以注意到 这是相对是高的 然后 所以事实上呢 在整个城市开发来讲 必须有什么 去城市开发的 自己去指定 不然这个 影响是很大的 那Automic Instruction呢 有非常 非常多的变形 但一般来说 你可以稍微 做一个简易的分类 比方说这个 Automic Increment 好 那以它反过来 就是一个是递整 一个是递减 那所以就对应到 这个X++跟X-减 然后 这件事关键的地方是什么 好 我们思考一下 X++跟X-减 它的背后意思是什么 在西语言来讲 背后意思是什么 好 我一开始呢 会有个X 所以我去Evaluate X这个数值的时候呢 我本质上做的东西是什么 是一个 一个Load 我载入一个 然后接着我做什么 我接着去++ 所以我把这个X原本 载入之后呢 我把它递增 然后我之后做什么 做Store 所以注意到 它本身意义在哪里 它有做Load Add Store 那通力 X-是Load Sub 再次Store 然后我们刚才提到一件事 在Automic的这个要求是什么 要求是X++ X-减 不管做什么操作 它可以确保说这样的一个顺序 这样的一个什么 这样的一个这样一组的操作本身不会的 不会交错 那它这个东西的意义在哪里呢 就是在比方说有个东西要reference counting 比方说我们去想一件事 就是说 比方说我今天有个共享资源 那我要怎么确保说这个共享资源 比方说这个共享 就像一个评交道一样 我要确保说 评交道同时只有三辆车可以通过 那当然你说评交道有没有可能 完全没有车子要进过 也是有的 所以我们会维护一个东西叫reference counting 比方说这个 就是比方说记录 现在已经有多少车 那在我们来讲 什么东西的安全呢 小一等于三 因为它最多是三嘛 所以小一等于三 没有车子是安全的 一台车也是安全的 两台车也是安全的 三台 之后就不允许了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操作 就是我车子进来的时候我就加加 那车子离开我就见见 那我就确保说 它这个东西的行为 然后你讲到这边你会发现 诶这个东西不就是我以前在学Semophone 在讲的事情 对很像 但是我提供的是什么 是由CPU给你一个什么 给你确保 这些值写的过程中的 它不会有这个交错 然后接着呢 有个东西叫做Compare Swap 来看一下Compare Swap Compare Swap呢 它缩写叫做CS 那其实它的语力非常简单 它就说如果 x 等 y 那我 x 就把它 就是什么 x 跟 y 的词是一样的话呢 我就把一个词叫 z 指拍到什么 x 然后如果说你把它对应到一个 用系元来写这个 compare swap的话 它是这样 就是说 我会有一个最终 最终的这个机体位置 注意到我传入是一个 pointer type 那当然它可能是 pointer to integer 或者 pointer to double 或者其他的形态 反正我传入一个记忆体位置 好 那接着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预期 预期的位置 预期的位置 然后再什么 再是这个 我保存的数值 所以你看到 我会做一个这样的比较 来看一下这个比较 就是我这个 我从原本的位置去比较 比较什么 比较在数值 然后之后我给它一个新的值 我最终的值 那当然你说 这个expective value 跟这个value to store 可不可以同一组数值 在你写的时候 也有可能会有这个状况 大家看到 如果它符合预期的话 那我就把这个东西 指派到这里 好 那你们觉得说 这个东西看起来很无聊 但是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这里 就是我们会确保呢 不管发生什么事 底下这些顺序 就是从这个 从这个 载入 比较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swap 这个就是swap嘛 从这个原本这个值 换成另外一个值 这个就是swap 那我确保这些过程呢 我不管中间有多少道指令 我不管中间有多少CPU Cycle 反正 这一整段 你就当作像原子一样 这一整段跟其他人 是怎样 是不会交错的 所以注意到这件事 我一整段是这样 在一个时间内完成 就算它指定的时间是很长的 我们刚才有提到 这个automic instruction 它的成本是很高的 但是我可以确保说 它就是在这个时间内完成 它不会有什么指定之间的交错 导致出了结果 那这个东西乍看很无聊 但它意义是非常大的 它在整个设计来讲 有个东西叫 lock-free data structure 其实它用得非常广泛 那这边呢 有一个文章 那这文章已经正值了 这是整整六年前的文章 但是它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 它跟你讲说 什么样东西是lock-free 那在这边举个例子 我跟你讲说 不是把那个mutant stock拿掉 就叫lock-free 或者说没有mutant stock 你就说它是不是lock-free 不是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那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它里面有包含一些程式码 甚至你可以去对照看一些什么 对照看一些这个参考资料 那其实可以给你多启发 帮你画几个重点 我们讲这个一个lock-free的程式呢 它其实要符合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征 就是说执行这个程式的所有资金区 至少有一个人不会被阻断 也就是说 你就想要思考一件事 就是说 假设这个方形 呼叫的很频繁 而且在许多的资金区都会呼叫到 那所以就有可能遇到什么 遇到这个方形 有一个资金区穿越过 那接着有可能有变两个资金区同时参与 或是三个 或是这样往外扩展 但是有没有可能遇到一个状况 就是说 当我一个资金区执行到一半的时候 另外一个资金区进来了 它也执行到这边 但是彼此这样 相互阻挡 阻挡导致这样 不能再执行下去 有没有可能 有 所以注意到 如果遇到这种相互阻挡的 那这个东西就不是我们预期的 那反过来说一个程式 不管怎么执行 这个 它的不管有多少资金区 但是我可以确保说 至少会有一个 它不会被阻挡住 可以这样穿越的 那我们称为就这样 叫做什么 叫做Lock List 然后这边的Lock呢 它并不直接对应到 这个Semon Phone Mutex 这样一类的这种Mute Exclusion 而是呢 描述应用程式受限在特定员 被锁住的可能 那这个Lock呢很好玩 会有你听过的Day Lock 但是也有可能有点叫什么 叫Live Lock 然后再有可能是因为 那个执行序呢 在切换的时候呢 有可能导致什么 有导致Priority Inversion 这Priority Inversion 我们在之后我们去探讨 我们之后在 在探讨这个Print RT的时候 我们讲的更细致 那简单来说呢 原本呢 每个执行序会有不同的优先权 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呢 优先权高的任务 它很可能没有机会被执行 为什么 它被比较 优先权比较低的任务 所阻断 所以导致什么 优先权的顺序 反过来 好 所以比方说 我们来看一个 看一个例子 好 比方说我们看画面中这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 你可以看到说 我今天有 优先权比较低的在左边 优先权最高的在右边 然后中间有个中间的优先权 那一开始很好玩 就是第一优先权的任务 它持有一个Mutance Lock 所以我 谁来持有 就应该有什么 谁来去释放 这是Mutance来做 就是解零 还需细零的 所以好玩的地方在哪里 当我第一优先权的任务 去持有Mutance Lock的时候 我持有嘛 那所以变成说 高优先权的任务 你必须要等 所以高优先权的任务 就等你 以确保什么 以确保这个 资料一致 好 可是呢 如果 左边的这个低优先权的任务 在Lock的当下 突然遇到一个什么 突然遇到一个中间优先权的这个任务 去什么 抢占了这个 左边的执行 因为中间的优先权比左边高 就是中间的还是比低的高 虽然它不是最高 好 那可是好死不死是什么 中间优先权的任务 它就执行了很久 就是它不会结束 那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个Mutance Lock 就一直被谁持有 被第一优先权的任务所持有 那你想 这时候高优先权的任务在干嘛 继续等低优先权的任务执行 可是低的任务在 它根本就没在执行 对不对 因为中间的怎么样 强占它的执行 所以这导致一个很糟糕的状况 就是说 原本中间优先权任务 它本来优先权就比最高优先权来的低 但是呢 它反而让什么 让整个优先权的顺序 盯倒过来了 在目前来讲的话 谁真正去霸占整个系统的资源 是谁 是中间优先权的执行序 所以注意到这样的Priority Inversion 其实是怎样 是在整个系统是会发生的 所以遇到这种状况 这都不是我们所谓的 这都不是我们期望的lock free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底下这个例子 底下这个例子很好玩 它没有任何的底下的程式 显然它没有mutex 它就说 当我判断 x的直落它是0的话 那我做什么事 我去把1-x的直拍到x 好 那想一下是 如果一开始x的直是0 好 那接下来我做什么事 1-0 所以最终x会变成1 那你说不就离开了吗 听起来很简单吗 好 但是不能离开 你考虑一个情境 当我呢 一开始x的直是0 然后接着我到这一步的时候 就是我接着要干嘛 要把1-0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 发生另外一个直径序 也进来这一段 好 也就是说我 我一开始准备要做的是 去把1-0的结果 也就是1嘛 的值 要指派到x的时候呢 刚好另外一个直径序也进来 好 那这个直径序呢 它进来的时候呢 它发生一个很麻烦问题 好 就是这个值 x的值是什么 指派当下它就是1嘛 所以我呢 我进入的时候呢 我就做什么事 我就把1的值输入了 好 那1-0会变成什么 1-0就变0了 好 所以这时候呢 你就会变成说 那x到底它的值是 0还是1 好 就在那边摆档 好 就是两个直径序 好 它一起就取决于说 谁先进入 谁先进入 好 那如果呢 某个直径序 一开始就进入 可以离开这回圈的时候 就安全 好 但是如果说刚好 大家都在这个指令 好 因为注意到 好 因为这一行 它其实包含了 好几个CPU的指令 好 所以换个角度想 我标出来这一段城市吧 如果它没有一整块被变成什么 Otomic的话 就会导致说 两个直径序进入这段城市的时候呢 会导致什么 会 会有那个不确定的状况 好 它可能是0跟1 好 那所以麻烦的地方是什么 两个直径序都陷入什么 都陷入无穷毁劝 好 不是每次都会发生 但是有这个可能 好 所以你可以发现一件事 我们今天有讲到Lock Free的城市呢 它的挑战不在于说本身任务的复杂 你还要考虑到什么 还要考虑到本身那个 本质上的一个洞察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好 那接着你可以看一篇对照看的一个材料 好 那这边在讲什么 就是讲这个 这边是用这个Java的城市当例子 就是这边有个Java的城市 当个例子 就跟讲说这个Otomic 这个Otomic Operation的这个影响 那么来看一下这边在讲的东西 那我们刚才有提过 就是Otomic的这个increment 然后再次Compare Swap 然后还有Otomic Exchange 或是一个一个 就是改变两个战轮器的字 或是基体 给定的基体内容 好 那你说这样东西为什么很重要 来看一下 这样东西为什么很重要 我们来想一个东西 叫做PRNG PRNG的中文很好懂 就是假的什么 假的这个乱数产生器 那你想说 这个为什么乱数就乱数 还有假的跟真的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说电脑 考虑到运算的复杂度 考虑到整个系统这个设计的成本 所以事实上呢 在多数的情况下 我们用的这个乱数呢 其实是这样 是透过一系列的方程式得来的 那有兴趣可以查一下 这个PRNG 一般来说它就是透过这个方程式 所以比方说我们看一下 什么方程式 好 它会透过底下这个这样方程式 那它的数学呢 你可以先不用管它了 就是你只要记住一个点 就是说它一开始会有什么 它开始会有一个种子 所以我就拨下幸福的种子 拨下这个什么 拨下幸福的种子之后呢 开始做什么 开始做这些数学认算 就得到这个数值 那当然在数学上定义是什么 就是不管你一开始数值输入是多少 反正我最终的结果就是在 我给电范围内挑来挑去 那最好的情况下是什么 我有足够多的涵盖 那所以你看到这边讲这个CDF 所以如果你对统计还熟的话 它就讲什么 讲这个累进的什么 机率就要分布 所以就是说我希望呢 我们的多项是 我只要执行够久的话 我可以把我给电的这个范围 都走反过一次 这是好的PNG 那但是呢 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 它需要一个什么 它需要一个种子 对吧 就是这个希望的种子在这里 那有没有可能说你考虑到 考虑到什么呢 考虑到刚才那一段程式吗 有没有可能我 我也遇到像画面中这样的状况 就是我种子 因为有两个不同的 有两个不同 有两个执行序呢 都走到某一段 然后把种子换掉了 比方说一边在读取 一边在带入这个 带入这个 带入这个 多项式的时候 那另外一边呢 刚好另外一个执行序干嘛 设定种子 所以变成说原本你的种子是1 然后另外一边设定的时候变0 那不就 你就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 那一旦呢 这个种子呢 改变了之后 你会发现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是什么 那这样最终算出来多项式 它不就没有代表性了 它就不是乱输了 对不对 你就猜得出来嘛 因为就比方说 新的种子就取代旧的种子 那你永远等下 你的涵盖就很有限 因为原本旧的种子 它一直算下去 它可以涵盖你给你的范围 但是呢 你的旧的种子 因为等下 因为你的这个 整个 你没有一个好的一个规范 所以导致 我的旧的种子 一直被新的种子换掉 所以你能够走的范围就很有限 注意到 这种PRNG的 PRNG的这个 有一种攻击 消化程式可以好好看 好 所以讲到这边呢 希望再次提醒大家 事物的本质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这个什么 我们讲这个Linus核心设计 必须要讲这么多背景这次 因为它绝对不是 不是说什么时候该用Spinlock 什么时候该用Mutex 什么时候该用Raw Spinlock 不是这么单纯 你会看到有些书本 或者有些教材 他就跟你讲说 他就整理个表格 尤其我们台湾人 看到表格就会 惊喜 对不对 看到表格就会觉得 这是作答策略 最早不该是这样的 好 那继续看下去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个议题 叫做 就是把Automic Instruction 搭配什么 搭配这些Lock 然后呢 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 Automic Instruction的重点是什么 它是避免这些交错 导致什么 因为CPU指定的交错 导致错误的结果 好 但是最终 我们希望 做的事是保护什么 保护特定的资源 什么是特定的资源 比方说CPU是资源 那电脑网络是资源 那当然记忆体内容 也是一个资源 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怎么做到 事实上呢 你要把这两个东西搭配 其实很麻烦 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 如果你要做到一个东西 就是我去持有个Lock 那我要怎么做呢 那我可以这样设计 当我去持有一个Lock的时候 那我就怎么 做刚才前面讲这个 D减 所以我比方说 我前面讲的X减减 就像这个什么 X减减 只是说 X减减这件事 它怎样 它不会被 它不会被其他指定交错之行 好 那所以呢 如果呢 如果呢 我去Aquire个Lock 那比方说 先去问 这个Lock是怎样 是不是已经有了呢 那我每次AquireLock的时候 我就剪剪 那如果说这个值呢 就是啊 就是变成电了 就是说 没有人持有 那干嘛 我就拿来用 那反过来说呢 如果这个值 减下去呢 怎样 它是负的 这个什么 这个就表示说呢 你需要怎样 你从 它的原本重大是 有数值 我把 从有数值变成 没有数值 比如说 你减得了 表示吗 表示 它直接已经释放出来 那反过来说呢 如果你得到的值呢 是 负的 那这个 这个很好玩嘛 得到负的值 就 比如说 我需要等 等到什么 等到 有人把这个资源 放出来为止 好 然后呢 当我呢 当我要干嘛 就是这个 要释放的时候呢 我就把这个数值 重新设定什么 重新设定为1 那注意到 这只是一种 一种这个 示意 这个东西听起来相对单纯 那哪地方在哪 哪地方在 waiting 就是我要怎么去等待 好 那你看 事实上呢 我有很多的方法 就像我们刚提到的 spin up 所以事实上呢 你可以这样做 就是说 我呢 就是这样 我创造一个busy loop 然后呢 我就一直去看 就是 我就不管有多少处理器 我就去干嘛 我就大家就 一直在检查 检查说 这个什么 检查这个 这个 数值 就是数值变成1的时候 像刚才前面讲的 我在 屡次发生的时候呢 我就干嘛 去做这个 做这个 刚才讲的 s-这样的一个操作 那这个东西是spinning 就是说 我不管有多少核心 我就干嘛 我就是 反正我就逼路 就一直 做到 做到什么 做到符合这个条件为止 那另外一种方式呢 是什么 是叫blocking 所以注意到 我们讲的blocking 是一个什么 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 所以 我的情况下是什么 是目前的任务 所以你看到 在blocking的做法是这样 就是我有一个叫东西叫VQ 所以就是说 我原本本来有的任务 是目前的任务 那可是呢 当我呢 遇到需要等待的时候 我做什么事 我就说好 那你就滚一边吧 去那个VQ 去那边洗碎碎 洗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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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去那边等待 那你说 那现在CPU哪个嘛 那现在拿来做别的事 来看到这里 我呢 就这样去做别的事 所以你们想 上面跟下面来讲 看起来下面的那个什么 下面的这个资源使用率会比较好 但注意到一件事 下面这个东西 乍看资源使用率比较好 但是它会导致什么系统病的比较复杂 上面这个 像这种病的那个做法是比较单纯的 你可以想嘛 就是说 不管是多少核 反正我就等到可以通过为止 但是blocking来讲的话 涉及到什么 CPU资源的管理 涉及到我的VQ 就是我要等待 这个VQ怎么设计 然后关键地方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事实上等待的行为 是很复杂的 有可能是等待一个IOR之类的 所以事实上 这本身来讲的话 其实还涉及到另外的排程 就是说Io本身会有排程 然后任务本身会排程 执行讯本身有排程 所以其实它的难度在于是 它是不同层次的 先有点概念 那我们在之后的这个 Linux核心设计的讲座会 继续来探讨 那我们希望说可以去探讨 像刚刚讲的process的 Thread的 甚至保存说这些Io的scheduling 好 然后 所以问题来 就是说你有两种机制 一个是这种spin的 或是blocking的 spinning的或是blocking的 到底要选哪一个 所以注意到 这个东西其实 它没有一定的准则 但这里只是做一个参考 就是说假设你的 Linux的范围是很长的 那尤其像等这个diskIo的话 那就是你用stoneblocking 也就是把我这个宝贵的什么 宝贵的CPU资源 lock给别人 那反过来说 如果这个lock只发生 就是只有一个相对短的时间 比方说几个mini second 或者更短的时间 那其实你用spin 是最快速的 所以应该说它的那个 虽然它spinning听起来 spinning的这种beat waiting 听起来这样 很浪费时间 但是因为它从头 不用去考虑到什么 VQ 从头不用去考虑说 我重新排成问题 然后它只要这样 一个够短的操作 那所以这个东西 注意到这个是原则 没有什么东西 就是绝对好跟不好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 Linux的lock type 这个东西可复杂 这个东西我慢慢来探讨 那注意到这边来讲的话 其实这一页涵盖的内容 没有包含Linux全部的lock机制 我们今天只是讲概念 有两种blocking机制 也就是设计到排程 有mutex跟stemophone 那另外一个就是 不是透过blocking机制 有这个前面讲的spinlock 还有sequentiallock 还有completion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Linux的spinlock 一般来说考虑到效率 考虑到这个硬体的能力来说的话 就是一般来说它会用这个 用组合员去撰写 那我们可以把这一段组合员 把它转为等价的这个细元程式 所以它转换成对价的细元程式是这样 就是说 比方说我有一个counter 它的逻辑就跟上面的逻辑是一样 我先做什么事 我先把这个counter拿来减 那减完之后得到的数值 如果不是零 那我就做中间这个动作 那这个中间这个动作很好玩 就让我们省略很多东西 所以它比方说对吗 它去暂停CPU运作 然后等到 Cohenance Traffic 那这边讲的Cohenance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前一步就讲到这个 那个什么 这个 Synclighter同步 那Cohenance呢 着重的地方在哪里 着重的地方是说 我硬体资源 所以注意点 我们讲这个Cohenance 在意的地方是硬体资源的一致 那你说 哪个硬体资源那么宝贵 其实很多时候是吧 像主机体 像你的Cache 或者说 或者说一个某些状态 比方说你的DMA 这样的状态的一致 那注意到呢 这个东西好玩就要哪里 就是呢 直到呢 需要做这个Cohenance 除非你真的需要做这个Cohenance 就是做到硬体的这个 硬体状态的一致 在这之前呢 我就讲 我暂停CPU 注意到这个东西很好玩 那这个用途在干嘛 所以来省电 那你说奇怪 为什么这个Spinlock 要搞得这么复杂 你说Spinlock 不就是这个机制吗 你看 演算都写出来了 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 最终做出来的程式码 跟你的演算码 其实不一样嘛 原本这个剪完之后 那干嘛 就是beasy waiting 所以你其实想一想 为什么需要两个loop 对不对 以功能来说的话 其实只需要外围 注意到他讲的outre loop 在哪里 outre loop就讲这个 就只需要最上面 到底下这个 就是这个什么 它是不包含中间的部分 叫outre loop 所以事实上我 来讲的话 其实我只需要这一行 就够了 就可以符合余意的 但是真实事业来讲的话 其实不是那么单纯 跟什么 跟cash有关 所以看到 这件事本身一个很麻烦的地方 就是它涉及到什么呢 涉及到跟cash有关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 invalidates 那这时候呢 你有没有发现什么事 发现说这跟你的学习 跟你的思路 就不一样 好 这时候我们来讲解一下 前面只是一个描述 这乍看没什么特别的 好 那接下来讲一个神奇的地方 就是我们把刚才那样程式码的 拿出来探讨 对不对 那它大概对应到这个 那这个东西就对应到什么 对应到 这一个演算法 对吧 好 那但是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麻烦是说 这个东西呢 竟然跟cashline 跟cashline的效应是有关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件事 就是说 这时候我们要去 介绍一个东西 叫做cashline bouncing 这时候为了解释东西 我们要回来复习 回来复习这个计算机组织结构 好 那我们刚才有提到 就是说事实上呢 在你的主机板之上 这个晶片是很多的 所以这个晶片包起来 所以比方说你可能知道那个月光 月光在做那个IC的封装 封装在封什么 可能就是不同的CPU 所以看到左边呢是一组 右边又是另外一组 然后呢上面呢又可以一组 然后反正它就是 就是CPU的这个toblatch 其实它可以很复杂 那但是呢 这个CPU的结构呢 它可以弄得很复杂 但是往往呢 我们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就是什么呢 然后很大问题是说 我要确保说资料是什么 资料这个一致 好 所以事实上呢 我们在考量点来讲话呢 其实你看到 就是你会遇到一个很麻烦的状况 就说我今天CPU有那么多 从0123456 然后这边 就是反正你可以看到这边来讲话 它可能很多嘛 就是这边算起来 这边已经到了 0123456789 然后这边有什么131415 所以0到15总共有没有 总共有16核 但是麻烦的地方在哪里呢 麻烦的地方就是 我们知道每一个CPU都有什么 独立的Label 1 cache 所以注意点 我今天都有独立的Label 1 cache 然后呢 我的Label 2 cache 有可能是这样 Label 2 cache可能是共用的 也就是说我这边 比方说这四个核 可能是共用 同一个Label 2 L2的Cache 那同理这边有可能是共用的 好 那当然除了L2 cache以外 有可能有下一个Label 比如Label 3的Cache 好 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很尴尬的问题 因为我个别的CPU都有维护什么 各自都维护这个独立的这个Label 1 cache 尤其你在读这么小的程式码 读什么程式呢 读这个东西 当我读这个Counter 对不对 我已经去存取过这一段 所以它很可能这样 它又存取很频繁嘛 那边有个坏回去不对 它存取很频繁 所以有没有可能遇到一个问题是吧 事实上我的内容 其实那个Label 1 counter 这个内容其实是放在哪里 放在Cache 有没有可能 有 好 那你说遇到这状况怎么办呢 所以我就需要一个很麻烦的状况 就是Cache的状态 所以画面中看到一个东西有个东西 叫Invalidate 所以事实上呢 我这个值 这个数值的更新 其实这样 其实我要一直干嘛 我要一直去询问 即便呢 这个东西已经 可能已经放在Cache里面了 但是因为我考虑到不同核的状态 所以我可能一天到晚要干嘛 去Invalidate 那Invalidate的意味着什么 也就是说我现在Cache 我不信任 我要求怎样 从我的主机体 我要求我从我的 从我的这个机体 去更新内容到Cache 所以你会发现说什么事情呢 你会发现这段程式码 就是 这段程式码中间的那些BZ问题 它就一天到晚在做什么 在做Cache Invalidate 而且是什么 是在Write Write Update 跟Write Invalidate 那注意到 这件事 它耗费的成本是很大的 所以本身呢 Automic Operation Automic Instruction 就是一个很大的成本了 然后再来是什么 你要频繁的做Cache Invalidate 也是很大的代价 所以要注意到一件事 Linus为了这件事怎么办呢 它会做一个东西 就是做一种最佳化 它会去找 CPU有没有一个特殊的指令 比方说什么指令呢 CPU会有一些特殊的指令 比如说像你回去看那个安南组合语言 你看到这个 这个东西叫什么 叫Pose 这个东西很好玩 这个Pose是什么 是处理器提供的一个功能 也就是说 在Intel的架构也好 在Und的架构也都有 就是说我希望是怎样 我就是进入低功耗状态 也就是CPU不做什么特别的事情 你可以想说CPU相当于是休眠的 什么时候醒来 就是说当我要发生什么 当我要发生这些Cohenal Event 所以哪些是Cohenal Event 就是当我要做这个Invalidate 就是你目前是处理器休眠的 但是当你发生什么 Cache Invalidate 或者说Cache更新的时候 我干嘛 就是不管是Right Update 或是Right Invaded 反正我不管做什么事 那我就被唤醒 那因为呢 我们刚才提过 就是说Automic Infrastructure 是很好使的 然后呢 频繁的去做Cache Invaded 也是很好使的 但是我会做什么事 当别人发生这个Right Update时候 我才怎样 才醒来 所以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所以事实上呢 我就怎样 我就有两个坏回圈 所以两组坏回圈 一个是外部的 Automic 那另外一个是 考虑到这个功耗 考虑到这个Cache Invaded的成本 所以注意到 所以再次你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看到什么是Linus的最佳化 所以注意到Linus的存在 绝对不是让你看成什么看得懂 那不是它存在的一开始动机 编译器的前辈 这是Cobo Cobo之母 叫Grace Harper Grace Harper准将 他说过一句很经典话 他说船停在港口是最安全的 但是这不是船设计的目的 停在港口其实很安全 不要发生台风 多数的情况都是安全的 甚至不会沉下去 但是出航当然会出事 但是船设计就是为了出航 那这个 这个Spinlock也是一样 就是说 原本只用一个最外面的快回圈 最外面的回圈是怎样 本来就可以运作 但是我们要考虑到什么 考虑到资源使用的成本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那这时候我们再继续讲 另外一个东西叫什么呢 叫做Cash Line Bouncing 你大概猜得出来 猜得出来这件事跟什么 这件事跟刚刚那个情景很像 所以你看 Cash Line Bouncing 的情境是这样 就是要考虑到多处理 多处理器 而且有共享资源的前提下 所以每一个处理器 有自己的独立的Cash 就像刚刚讲的 Level 1 Cash 是独立的 那我每个处理器都可以做什么 做Lost Store 那每次Lost Store的时候 那整个区域都是什么 Cashable 也就是说什么 就是说我今天像那个Count 像在这边看到这个Count 我读完之后 我不管做Lost Store 那本质量这样 它都会有什么 它是可以Cash的 所以意味着每一个处理器的 Private的Cash 是完全独立的 好 然后这时候发生一个悲剧的状况 就是什么 我呢就是干嘛 当我这个好多个处理器都要去 读写同一段位置 刚才提到的事情 我的Spin 我的Spin那个什么实作 就是反正我去都去读 这个什么 读这个Counter 可是尴尬的地方是 因为这件事做得太频繁了 我现在读这个Counter 所以我的Cash会更新 可是呢 我的Cash会更新 这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刚才提过了嘛 我们在意的地方是什么 是一个权域的值 好 那所以变成说呢 我一天到晚呢 我一天到晚就要去做一件事 我就要去 去做Cash Invalid 如果不做Cash Invalid的话呢 会遇到一个悲剧是什么 就是我这个 如果你是看Cash的内容 那就会看我 因为一直在Spin 所以一直在什么 一直在做刚才前面这个 在这样的更新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问题很麻烦 就是说呢 如果你不做频繁的Cash Invalid 你就会发现说 我一直干嘛 我这个数值 就没有参考的价值 所以你就 我这个Cash的东西是这样 它就会一直跳来跳去 好 那这个问题呢 很可能会变得更复杂 注意到这个东西 这边有些 就是说 这种情境呢 你可以发现什么 这个东西可以推广 可以推广说 不是只是一个Count 它可能是多组的一个位置 我用这个位置来做什么 就是我用这个位置 记忆体位置来做这个 Lock EG的时候 像是什么 像是这边提到的Writer 那这个问题呢 就导致这个数值会跳上跳下 所以你会发现说 其实真的在做一种设计来讲 这件事真的很麻烦 好 那所以 讲到这边呢 希望大家有个认知 这个东西的考量点 真的冰箱这么复杂多了 对吧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篇论文 那这篇论文很好玩 我们就看标题好了 不看内容 他跟你讲说 他去探讨 在现代的处理器架构上 Atomic Operation 它的真正的成本 那底下呢 有非常多的分析 那强烈建议这篇论文 你一定要去看 它其实有分析到 这个不同的Label Private的L1 Cache 然后到L2 L3 这会有什么 会有Share Cache 然后 那这边来讲的话呢 直接看重点吧 好 这里 就是说我们这个情境啊 像前面提到这个 Compare and Swap 然后后面还有很多变化 比方说这个Fetch And Add Swap 那反正有不同的一个情境 那它发现什么是 这个东西 这个Cache9的这个Bouncing 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影响 那你为了要去消除 Cache9的Bouncing 甚至你需要搭配你的Cache9 就是整个做这个资料一致 你需要花更多的这个什么 代价去处理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事情 它在这边来讲 做很多分析 你会发现它的这个 效能落差 可以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好 然后接着我们在前进 那在前进的时候呢 注意到一件事 注意到是不是 不想把它贴两个东西 好 这边是东西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这边有一篇文章 那这个文章是从这个 从这个大陆网友 把它写出来的 那我们把它做这个转换 这边我们还在改 如果说有兴趣你可以帮忙一些词汇 或者一些表达上 那这边文章的标题来讲什么 从这个Cache 从Cache的一致 去看这个这个什么 看这个 Spinac的什么 Nunscalable 那所以这个东西很好玩 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我如果单纯只是做这样的一个机制的话呢 其实是怎样 其实就是有这个Cache 9 不同时间的这个 更新到不同CPU的Cache 9的时间也会不同 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麻烦 麻烦那边是什么 当我这个CPU知道这个Lack 就是比方说这个 有这个Write Update 谁越早知道这件事 谁就可以优势就得到这个索 这个完全不是我要的行为 对不对 它就牺牲到这个公平性 对吧 所以你看它这边做一个很有趣的比喻 就是这一群人不排队上车 对不对 只要能挤就可以挤上去 你看 这个中国朋友 就是可以写出这种比喻 我们在台湾 这种比喻还 我们懂啊 但是不见得写得出来 好 所以你看这件事 比你想象中的麻烦得多 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甚至要设计一个东西叫什么 叫Take it Spinac 那尴尬的地方是什么 Linus就会出现这种东西 所以你看到 你以前在读教科书的时候 会读到这样的东西 乍看很简单 但是问题是什么 因为有cash那样的影响 所以事实上你会有个机制 好注意看这个东西 所以你看原本结构很简单 就是给Luck 对不对 但是这边还进来什么 进来还有一个Take it 而且你可爱的Luck跑去哪里了 对不对 你再去想 这个它已经不是Luck 它看你这个Tick it 那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麻烦的地方是就会有些数值的处理 那有些人就要请你慢慢看下去 然后更有趣的地方是这篇文章呢 它就有提到什么 马可福电 对不要怀疑马可福电 所以它事实上有讲这个Spinac 它用数学模式去分析 然后呢 这东西也跟着在这个 在这个过程中呢 甚至还包含什么 包含说这个用到这个博松分布 那所以它底下呢 还用这个数学模型去解释 那注意到 这东西其实上 你可以对照看一些参考资料 那在后面来讲的话呢 甚至导 因为cash影响 导致这个Spinac的这个 要我们要 我们这个cash invade 包含说 要这个一致性的成本是很高的 所以甚至呢 会有个东西叫什么 叫mcsSpinac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你看 这边有mcsSpinac 还有什么 qSpinac 这些Lac的存在 都是最佳化 都是为了让整个系统 可以变得更好 当然我们之后 也会继续探索这个部分 那我们在这一次的讲座呢 希望提醒大家 就是说 我们学习Linux 真的不能再 只是看程式码 你要去讲 是前后的观点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好 那我们刚才提到 就是说这个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 像cash这个一致性 那当然 这个cash的一致性 其实要考虑东西 还蛮多的 就是整个 你怎么去 比方说 在on的话 就像那个scu scu那个s是什么 就是用snoopy 那你要怎么做snoopy 然后还是说你这个 cci 就是cash concurance interconnect 等等是吧 的那个连接的方式 所以 整件事呢 所以你会发现说 Linux难在哪里 Linux难在 对我来说 Linux就是三个地方难 第一个是Linux活的 你 不能把Linux当艺术品去看待 这样看待就错了 Linux活的 他随时随地都干嘛 在隔织解密 就是说 过去东西可能表现是100分 那你觉得 哇好棒啊 但是问题是 有人就是这样 说我可以考120 然后接着 有人说他可以考250 甚至有一天说 他突然考到1万 对不对 就是 这Linux他是活着的 所以永远在隔织解密 第一个 所以他是难的难代 他是活着的 第二个地方是什么 第二个是Linux随时随地 都在 反映 整个硬体架构的调整 反映市场的需求 比方说运端运算 IoT 或是一些什么安全性 像这个Spectral跟那个Maildown 对不对 考虑到那个安全 他就是针对这种 符合这个产业 或者是人们的期待 是广泛使用者的期待 这是第二个难的 那第三个难是什么 就是他永远 你永远都会发现一个好玩的事情 进入门槛完全不一样 以前进入门槛是这样 后来进入门槛是这样 之后又这样 为什么 这道理简单 因为人们都在进步 但是你可能没进步 或者说你可能刚好 没有机会在这么短时间内进步 可是因为这些开发者都在进步 不是都啦 就是很多开发者都在进步 那的前提下 那你如果进步很有限的话 你就会这样 你就会发现说 哇天哪 又是活的 然后又是满足各自量需求 你就会这样 慌了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观点是什么 要去思考说 既然Linux科统是活着的 所以我们要去想 第一个我们要去永远都要问自己 检查自己 我对基础有没有认知 就是反正说这些 Compute Architecture 我知道这些Pipeline 我知道这些Super Scaler 我知道这些 比方说Main Barrier 他没给你刷群 我知道这个什么 这个这种Cache Cache Cache的影响 然后不然说Cache Line 对效能影响 还有正确性 Cache Invalidate 或是说像这个多处理器的情况下 比方说你可能知道一个东西叫什么 叫做Mexi Cache 它会有一个什么 它会有一个 它会有一个这种 以这个 建构在这种Cache Invalidate 一个Cache Coquitance Protocol 那出入谁这种操作 那这些东西都是什么 都是对不起 都是基础 好 然后你以为这样结束 没有 你要检查是吧 你对编译器 对吸引语言 对规格 然后呢 一样 还是其他基础 比方说安全 对 还有找 这个演算法 当然演算法 这是很基本的 那我讲演算法 可能是不同行业别 比方说 网络上 网络上那些 Louting 这本身一个演算法 File System 我要怎么去做一件事是 我可以做龙挫 这个东西可难的 这个东西是什么 HA High Overability 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事情 它是一个学习型的组织 在 有本书叫第五项修炼 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说一个企业 要能够持续的实现获利 而且让自己更有竞争力 其实有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它是不是一个学习型的组织 能不能真的 外界的这种变动 或者说整个产业的严苛挑战 它能不能去学习 然后进口去反映出来 其实Linus Code就是这样一回事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 一定要认真去看待这件事 不是只是阅读程式 而是要学习型组织 跟得上这些人的变化 好 那这篇文章就欢迎大家来参照 那如果你看的过程中 哪些词汇有怪怪的就改吧 好 那我们终于又可以前进了 前进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挫折 对 好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 我们可以要两个 就是为什么要 我们刚才提到 为什么要两个Luck 好 然后 这个东西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做了最佳化 因为我们为了要降低 Cash Invalid的冲击 我们做一个最佳化 所以在Porter教授的术语 他把这个东西叫什么 叫做Test, Test, Set and Set 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那个CS Compare and Swap 然后还有Test and Set 这是以前在恐龙书看过的词汇 但是因为我们在Test 做两次 回来看程式码 对不对 我这边有做Test 然后这边有Test 对不对 然后我之后才干嘛 才真正去SET 所以我们称为叫什么 他这边就把它叫做Test Test and Set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影响 如果你只是用你在教科书看到东西叫Test and Set 缩写叫什么 叫TS的话 它是长这样 好 看到 Test 我去比较 就是比较 比较完 如果一样的话 我去SET Test and Set 然后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好玩的地方是 看这个东西 我SET的当下我要考虑到什么 考虑到Cash Line影响 所以我要做什么事 我要去Abit 怕你不知道这个字 但是它就是驱逐 或者去把目前的Cash Line 对不对 我变成说我这个Counter 它对应的Cash 不管是放什么东西 我不可信了 所以你看到 这个东西麻烦的地方是什么 你就是要Ride Back 然后去 简单说你要做这个 会涉及到这个Cash 所以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东西不要小看 这个东西的成本是很高的 我的 就是存取Cash的内容是很快的 就是最快当然是暂存器 是最快的 那第二块就是什么 就是Cash 可是麻烦的地方是什么 我要一直在做Cash Coherence 就是在做Cash Embedded 那注意到 这个东西跟你的什么 跟你的Memory Bus 是有关的 再跟你刚刚讲的CCI Cash Coherence Intercom内 有很大的观点 注意到这都是代价 好 那如果我们没有处理好的话呢 就会遇到什么 像前面讲的那个什么 前面讲的这个 Cash Line Bouncing 我就会发生了 好 那反过来说 如果我们大费周章 把橙子码改成这样 画面中这个样子的话呢 有什么好处 来看一下 改成画面中这样的话呢 就是后面这个 叫做test and test and set lock 的话呢 就是最外围呢 有这样一个lock 然后呢 在里面 还记得它里面的那个程式码吧 里面程式码做什么呢 帮大家复习一下 它里面有这个 所以这个指定的重要 它有一个pose 这pose就是说 CPU进入一个什么 低功耗状态 那除非有这个 Cohureence的要求 我才醒来 所以整件事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就可以避免了吗 避免这个大量的这个Cash Line的更新 所以我可以在什么 在需要的时候 需要的时候呢 才去什么 去 才去 才去 跟动数值 那我不需要跟动数值的时候呢 我就干嘛 进入低功耗的这个 低功耗 或者说一个 泡沫的 就是 能源处理的模式改变的状况 那所以这样的话呢 注意到这样的话 就是对这个 对什么 对这个效率 是会有帮助的 所以看到 所以它会在 在什么 这会在 直到它 在 直到它 unlock之前 对不对 都会这样 都会去共享 这个 好 然后 所以这个就是 解释的 刚才那个说法 这个 这张图出现了 这张 这一页内容 跟上面内容是一样的 它只是提醒你而已 好 那接着我们要讲一些 变种的lock 所以注意到 这个东西的存在 又是为了什么 又是为了追加化 所以你觉得很烦 对不对 你以前学那个 恐龙书的时候呢 好像 好像没有很难嘛 就像那个 研究所考试通常都会干嘛 都会 你会看到一些 很多人在分享心得 就是 写程式的心得 可能还比较少 但是考研究所心得 还真的还蛮多的 你要感谢PTT 感谢这些论坛 但是想起来就蛮神奇的 就是 我算不批评这次 但是 好玩就说什么呢 在很多人的心得分享 就会说什么 你如果要补习的话 要去补什么 补某某 某某 现金代数 补某某工程数学 补某某离善数学 所以变成说 工程数学啦 离善数学啦 那个 现金代数啦 这个东西是怎样 网友都会推荐说 你要去补习 那 其他东西 就会有网友说 哦 其他剩下 architecture啦 OS啦 都是 备课 用备的科目 你们觉得很难过 对不对 的确考试也是这样考的 好 然后 呃 这个是考研究所 考台湾研究所 但是说真的 在工程上 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有前面这个lock 有前面这个spinlock 有前面这些机制 的确就可以保护资源 但是 这远远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要的是一个什么 可以持续进步的作业系统 我们要的是 由作业系统提供的 这些基础服务 让上面的应用程式开发 可以更什么 更精简 更有效 而且 而且兼顾了什么 效能 跟安全 这些 这些 一系列的素养 所以发现说 Linux Kernel呢 在改版的时候 都会做什么事 去反 反过来去反思这些lock 有没有进步的空间 甚至去引入新的lock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讲的东西是什么 是 RewriteLock 它是一个新的追加话 好 那你看到这个东西 RewriteLock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最要做什么 如果呢 我只是去 读取内容 好 如果我只是读取 那是不是可以让其他的什么 其他的reader去干嘛 去在同个时间去读取 因为我没有 我没有写嘛 对不对 那就是说 在我没有写入的状况 我根本就不需要 我就不需要真正的一个 真正的一个lock 好 那但是反过来说 WriteLock本身需要什么 需要叫Mutual Exclusion 对 就是说我写的时候别人不能写 好 那这个原则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在实作面呢 还蛮麻烦的 那Linus Kernel有个什么 叫做ReadWriteSpinder 所以看得出来 依据前面的解释 它又是一种什么 一种最佳化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 好 那在Linus Kernel里面怎么做这件事呢 这个东西也好玩 来看一下 那它有个东西就是 用24个bits 然后去干嘛 去表达现在有效的这个reader是多少 所以它这边有个 你看到 第一个reader是这个 然后 这个 这边是F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reader 就把那个什么 多写一个 因为这边很多E嘛 就是00 然后FF 你想看 这个后面 F是什么 EEE 这个EEE 那这个F变成E的时候 就从这个F 我们为了 不要让你搞错 我们从那个F 我们念着这个F 那E 这个英文 我念Echo 所以从F到Echo的时候 它发生什么事 它就是 最后一个位远 0变成E 这个Echo 那诸如此类 这个东西很好玩 所以你看 这个东西呢 它就设计一个东西 叫什么呢 叫做 一个 ActiveReader的一个Count 然后注意到一件事 你要学习Linux Kernel 你要对 对那什么 BeWise的操作超级熟的 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 刚才讲这个最佳话的策略 你懂吗 这个东西不难嘛 就是说 如果全部都是有reader 没有writer 我就不用真的去lock 听起来很简单 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词作来讲的话 你要怎么用 很有效率的方法去做 所以他们看 它设计一个什么 设计用20个Be的去表示 所以这样的话呢 这样的一个最佳话 限制多少 有效率的是2的24次方 你可能好奇 这等于多少 我算给你看 2的24次方 还是一个大字 它不小啊 算给你看这多大 所以它是1677万 那它非常大的数字 所以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样的最佳话 其实这样 它用的空间很小啊 对不对 24个Be的什么概念 你看我的处理器 我的一个word有多大 我的word就是 跟我们的computer exterior一样宽 所以就是跟你的Dibus的 那个处理器一样宽 所以它是60 你的电脑是64位元 那就64个bit 那你Integer多大 Integer来讲话的 这个EG 那个LP64 EG LP64呢 的Data Model来讲的话呢 Integer多大呢 Integer是32位元 来看一下 如果你的模式是 LP64的话呢 你的Integer是32位元 所以意味着什么 刚才的东西呢 也可以塞进一个Integer 绰绰有余 然后呢 你说那剩下bit干嘛 哦这个好玩 剩下bit来做什么 来做Writer 所以这个东西好玩 所以你看这个 Ruie WriteLock是什么 读的时候很多 写的时候相对少 那你看 再次说明你为什么需要了解 BYS操作 这个东西太重要了 那所以接着它有个东西叫什么 叫WriteLock 好 WriteLock看到这个CS吗 想起来这个东西是什么 Compare and Swap 好 好 然后你看到 如果 如果什么 如果 如果 如果会有 那个 AquireLock失败的状况 是在什么样的状况呢 看到这个东西 如果去加这个值 加这个值 意味着什么 就是我任何一个数值 不管它是什么东西 加一个数值 加上去 就表示什么 Write存在 一旦Write存在的时候 这个AquireLock这件事就会失败 好 那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所以 整件事的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我们透过 相对少的一个Bits 对不对 这个东西 塞入一个Interview是绰绰有余 然后我用这样的方式去追踪 追踪这个读写的状况 好 那注意到 这个东西的概念 好 我们之后再讲这个 RewriteLock 的时候会讲更细 这只是一个概念 好 那你会好奇说 我们之后会讲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几个例子 注意到 这只是其中几个例子 实际上 没有那么单纯 好 然后 就是说呢 如果你有一个什么 你有一个 Reader 有很多Reader 还有一个 一个Writer 而且这个Writer在干嘛 在 在 在这个 等待 然后呢 这过程中呢 就是我有很多Reader 那这个Writer到底 到底什么时候会发生 这我不确定 但是我呢 就Writer在什么 在从我的 从我的VQ 去等待 排程的时候可以排到 那可是这些Reader都在忙 在读这些资料 而且这些Reader 在这个纸还没变动之前 然后这样 我都可以 都可以 复材到Lock 那 这个是一个 涉及到效率问题 你先用点干净就好了 那接着来看什么 如果呢 我们想要怎么样 想要让 Writer的优先权 比Reader来得高的时候 用这个机制 能不能做得出来 接着去想一下 这个其实不好做 但是 这也导致什么 这也导致新的Lock会出现 那接着我们讲 另外一个 最佳话 所以最佳话 我们后面讲这些最佳话 后面讲的这个Lock 你听到名字觉得很奇怪 全部都是什么最佳话 包含说刚才什么 包含刚才讲的这些什么 QspinLock QspinLock 好 这是什么 MCS QspinLock 然后有时候你Google搜寻 会找到很奇怪的结果 然后 然后你会发现 这东西很讨厌 讨厌的地方是什么 那个时间点 大概都是在最近的 最近几年 大概最近 今年2008嘛 所以大概是最近 最近八年 那最近八年发生了什么事 最近八年发生一些重大事情 比方说规模化 什么规模 像那个淘宝 对不对 我已经搞不懂 阿里巴巴集团到底有多巨大了 我已经搞不懂了 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 什么天猫啦 什么1111啦 什么双十一节 对不对 反正它的规模都是非常惊人的 从八年前开始 你今天要进行一家网路公司 没有规模 就等于没有网路 那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我要服务的这个 的人数 就是必须要非常大 我才能够怎样 我才能够持续获利 那我投入的资本是非常巨大的 但是我的基数 就是我的底 我的那个什么 那些使用者的量 如果没有到一个规模 我根本没有赚钱 就一定稳赔了 可是难在哪里呢 难在我今天规模那么大 可是呢我又不能说因为规模的提升 然后这样 就是无法大量 还记得宽宏 宽宏 宽宏无法大量故事吧 还记得吧 这个什么 这个vending machine 这个有个网友 就写这个东西 从线上售票系统看 做一种设计议题 这个网友很明示 这个三年前写的东西 这个东西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议题 我一直想要去探讨 所以我在这个 我希望在之后的 Linux核心设计 也来探讨这个部分 或者说让这个东西 当做学生的作业去分析 那注意到 在这份投影片里面 我完全没有 我完全没有写到 我自己的观点 我只是去把网络的讨议 把它整理起来 那最主要的动机 是我想要 帮某些论点方案 或者做补充 我一直都还没有这个时间 那这个故事是这样 就是说在2015年发生一个很悲剧事情 就是某一家公司他声明了 说哎呦这个江慧 大家还记得吧 2015年江慧要干嘛 他宣布了要封麦 那大家都很怀念二姐 所以就是二姐最后的演唱会一定要去支持 就跟你 那这件事也很重要吧 后来这个隔年宅舍夫就封麦了 累了 好 那这个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看这数字都显得厉害 开麦第一天吸引35万次 同时上线抢票 然后导致什么 虽然我们用了很大的努力 用了最好的网络就是这样 哇 让大家不明白 买票 购票 真的是这样吗 好 那接着网友就站出来 说奇怪了 你们这个东西 明明就是一天晒鱼 一天捕鱼 十天晒网 根本都后面都没 都没事干 对不对 然后后来就算 三十万人次同时上线抢票 但是没看到 他的这个单位是什么 他是一天 同时上网 他的单位应该是秒 或是甚至是毫秒 对不对 那从这个东西来讲 1月5号 1月5号当天 根本 当天总人数根本都不到三十万人 然后他去除 这三十万 就把他算高点 三十万除以二十四小时 一小时六十分钟 一分钟六十秒 除完之后 同时上线只有四个人 你说同时上线四个人 什么概念 再怎么无聊的网站 比方说成功大学网站 也有这个等级 对不对 好 但是至少我们成功大学的网站不会写这东西 说一天有几十万人次导致我们成功大学的网站不能运作 不能这样吧 好 那就算你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数集中在百字页实践 那依据这个推论来讲的话 其实也只有四百零亿上线 你想比你每天用的这个PTT的BPS 或者其他的服务都来得低很多啊 对不对 那这样还会有问题吗 其实你看就算是用这样的风值推幅 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上线 就是这样的问题 那后面东西我就省略了 就是很多很多人在讲 那我只想提醒大家就是说这个Lock 它这都是很大很大的成本 这个东西 其实TonyQ把这个东西讲的比较简单 就是它高度简化这个问题 但是实际上要考虑东西还还蛮多的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事情呢 为了要解决这个资源竞争问题 Linux的做法是什么 Linux的做法是继续提出什么 各式各样的新的Lock 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一个东西叫什么 叫Sequential Lock 好 那Sequential Lock要解决问题就像前面这些 前面你提到这个 假设Writer的重要性要比Reader来得重要 的话我该怎么办 好 那Sequential Lock 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Sequential Lock来讲的话 它引入一个东西叫做Virgin Number 注意到这个东西 很多东西都会有Virgin Number 也就是说它的概念是这样 就是说 假设你本来有一个变数 叫做I或是X 好 那我第一次用X的时候呢 我叫做X0 第二次用X的话我叫Se 那第三次叫X3 Easequential Lock 我去标一个Virgin Number 所以虽然我都是存取到X 但是实际上我有个不同的编号 然后呢 再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当我呢 过程中呢 我同样是读某一个机体 那我去读 然后呢干嘛 去检查一次 然后注意到我们刚刚有个Virgin 这里 如果你的Virgin Number 没有变化的话 这样你看到 如果你的Virgin没有变化 而且呢 它就有这个 有一个奇数 某数 那我用这个东西去判断什么 去判断说 有没有资料进来 好 先有点概念 这个东西我们来看 好 所以你看 我一开始有一个东西 有一个Virgin 叫零 好 那这门课呢 叫做CSE506 那所以他就 他就拿这门课来当例子 说一个学生呢 的时间是有限 不管他聪明才是 是这样 他时间是有限的 所以如果他投入70%的时间 在这门课 意味着其他的事情 其他的课程 其他的活动 其他的社交时间 只剩下30% 对吧 那但是不管怎样变化呢 都有一个什么 都有一个不变的一个 不变的前提 这个什么 都有一个 一个共同的前提叫什么 就是反正 不管你头顿课多少时间 这个左边加右边的值 加起来一定是百分之百 平常无聊 对不对 好 那当你呢 你看这边是70%在这门课 那如果是80%在这门课的时候 意味着什么 另外一门课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20% 为什么 这边有个不变式 叫Embarion 好 那 注意到一件事呢 看到 这边的Lock是0 接着呢 我这个Lock呢 跳到2 好 注意到这边跳到2 这意味着什么 这边的数值 其实改变了 好 好 所以你看到我这边Reader来讲做什么事情呢 我会有一个Version 所以我从这边重新读出来 所以我的V变成2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 我这个标的5 标的5是这个就是这个CSE506 好 然后呢 再来是另外一边 就是其他的 反正这个东西比例加起来 要是百分之百 好 那你看到我今天用这个G偶检查 我用激素偶数检查呢 去判断 Writer本身有没有错事 你看到我这边有个Lock 那干嘛 我去跳我的版本号 然后呢 我去设定他的比例 所以你看到 Writer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 是Prioritize 这里 所以你看到 我们刚讲解的时候是讲说 Writer会比Reader重要 但是关键地方是 这个Prioritize的地方是谁来做 是Writer来做 好 然后去干嘛 去加加 那注意到这边有Lock跟Unlock 所以确保什么 确保说 Writer加加 跟我设定这个值的时候呢 是这样 是 不会被 这个Lock本身是不会被打断的 好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因为Writer存在的 就是Writer的数量是少的 最多的是Reader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需要 需要24个Bit去表示 当然 我忘了讲这个情境 什么样的情境 会有很多Reader Writer很少 比方这个情境像 双十一 双十一大家干嘛 双十一就是大家去淘宝 添猫 去干嘛 不是看猫 是去购物 大家干嘛 要去找我的标的 所以我找好标的之后干嘛 要下标 不是下标 就是投标 然后你要去 你要去 你要去买下单 去买东西 那所以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在你下单之前 你都是Reader 所以你会一直看 观望的人永远是很多的 但是下单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资料库的更新 意味着 后续流程要做 那意味着我要去干嘛 去更新其他Reader的 看的东西 比方说 假设有一个手表 假设有一个手表 它只剩下一支 那大家都在等 这个手表怎么样 什么时候降到 人们期待的什么 期待的价码 所以比方说 一开始呢如果是 这只手机 如果是 这只手表是一万块人民币的话 大家就会这样 这东西太贵了 那过一段时间 降到999 人们还是觉得太贵了 他有时候降到5000块 那大家就开心了 对不对 干嘛 所以就有点下单 那刚刚有个新预额 就把这个 已经存在最后一支手表抢走了 那这过程中 大部分人都是Reader 所以注意到 这样的情境 其实在多数的电子商务 网站都有 所以再次说明Linux 存在着干嘛 来解决问题的 这种问题其实在网页 在资料库 对 资料库你发现很多时候都在查询 然后真正要去更新资料的人 机会呢是在特定的前提下才会存在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Realloc 它的存在呢是有什么 是有它的必要性 但是因为我们讲过了 我们需 去期待Linux 去Prioritize 去Write 所以你看到 这边东西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这边来讲 Write的数量是 相对是少多的 但是Reader是很多的 所以Reader呢 在这边来讲话呢 我用这个东西 你看这个东西好玩啊 他用这个东西决定 我要不要去做特定的事 好 那所以你发现说 这是概念 我们省掉很多细节 之后我们会再详细讲 所以你可以发现说 Sequential Lock 它的好玩是什么呢 它让Write本身 就是Reader还是很多 但是我让Write本身有一个主导 就像刚才讲那个 天猫淘宝那个例子 所以你看 它有一个很明确 有一个明确的一个什么 一个WriteLock 那一个时间会有一个WriteLock 有一个WriteLock 可以这样 可以去做写录 然后呢 这边搭载一个什么 搭载一个Visual Number 所以我今天这个Reader的存在 它不会一直去问说 这个Lock是被谁吃掉了 或是被谁占用 不是 它的Reader 大量的用过什么 用这个 用这个Visual Number的这个 机有数去判断 判断我要不要继续做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 它这样的一个什么 它这样的一个技巧 Visual Number 再次提醒 我们没有讲细节 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巧 然后 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事实上 在真正的情境 在Lock的时候 事实上 是会组合很多不同的Lock 像这个 比如说 直进去Lock 就是什么 Lock A的时候 就是它先Lock A 接着Lock B 另外一个直进去Lock B Lock A 所以你看A跟B相互的Lock 所以遇到一个什么 遇到一个DayLock 那你说这个东西怎么解决 这个东西非常复杂 如果你还记得你以前考试 或者 不管是研究所考试 或是大学部的考试 或是在书上看透 他会看到 这个什么 他会教你说这个 DayLock 发生的什么 冲药条件什么 几乎全台湾的 考过试的人都可以把它背下来 或者 脑袋有点概念 但是实际上要解决 真的是超级复杂 所以事实上有个解决方案叫做Lock Aldering Lock Aldering Lock Aldering 其实它本身就是一种 一种 它本身实际上是一个思维 那你需要一个特定的一个流程 那 这需要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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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知识 我就我就我就先跳过来 但是你可以把它摸几个关键 给它说来记一下 有个东西叫Transactional Memory 注意到一件事 Transaction Memory 跟Lock Aldering有很大的关联 那 这个问题很复杂 然后 我就 不打算介绍了 因为这个 这个之后我们下一个讲座再探讨 好 那 如果说你前面Lock 比较有概念之后呢 那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Semaphone 那 这时候呢 我来讲一个 Semaphone跟这个Mutex 很多时候你会把它当作 难兄难弟来看待 因为事实上它的存在就是这样 就是来解决那种同步问题 好 那 什么东西先出现了 事实上是先有Semaphone 在数学上的定义是先有Semaphone Mutex 存在是相对比较晚的 这个Semaphone大概是1960代就有 那Mutex 比较晚 Mutex大概是在这个80代上下前 80代前后才去发展出来的 那Mutex具备比较多的特征 以数学定义来说的话 它们可以有等价的数学定义 但是Mutex在设计上 在工程上的期待 所以就这样Mutex有很多都是在工程上 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特征 所以Mutex在实际用的时候 它可能有什么recursive的Mutex 或是什么之类的 它会有不同的属性 它后来是发展比较后来的东西 但是会有个很有趣的地方是这句话 就是说你可以把Mutex当做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特殊的Semaphone 就是说我把我的Counter把它带入1 那你可以把这样的东西当做什么 当做BineSemaphone 那所以这件事好玩 那要在哪里呢 你可以想说在某个角度来讲 Mutex是Semaphone的一个特例 再加上额外一些特征 这个我们之后再慢慢探讨 那在实做上呢 要怎么实做呢 它的做法跟SpinLock有点像 但是把Spin的Loop换成什么 换成这个 是把自己丢到什么 丢到VQ 所以还记得我们刚才前面有讲过什么 讲过有两种方案去处理 一个是Blocking的 一个是Non-Blocking的 还记得吧 怕你忘记 找一下 这个 LinusLock有Blocking的 跟Non-Blocking 那Semaphone也好 Mutex也好 它在实做上 或多或少 都会有这个 Automic Instruction的存在 但是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 它把这些原本的Spin 这个Busy Waiting的东西 Busy Loop的东西换成什么 换成了 把自己丢到 那个VQ 这样一个操作 好 但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Spin Lock Sequential Lock 本质上是Non-Blocking的 就是 这个处理机制 摆在那边 好 接着我想要跟大家补充一下 这底下我就不探讨了 因为这个 还蛮多细节 那接着我来补充一下 提到的一些 一些议题 好 那所以这个LilightLog就是一个什么 LilightLog就是给 就是一种什么 一种特化 特化的一个 Spin Lock 那它就是什么 让这个Reader更高的优先权 好 那 这边呢有一篇文章 那这个 这个网友很有趣的 那这个网友呢 我在 两年前吧 两年前我在这个 我去中国讲课的时候呢 我有遇到他 他在 中国的某一家 半导体公司工作 那那家公司 我不方便讲 因为他也不想讲 但是不难懂 就跟 跟联发科 是竞争的关系 大概知道在干嘛 好 那这个人很有趣 就是说他花了很多时间 去整理这个文件 然后他写的东西也非常好 唯一要挑剔的答案就是 用字浅词跟我们台湾的习惯不同 不过这是我们台湾的问题 好 那所以他这边来讲话 他就跟你讲出这个Sequential Lock 他的这个 做的事情 然后注意到Sequential Lock的实作很麻烦 他定义不难懂 但是就是他刚才那个说明不难懂 但实作上 其实很麻烦 你要是他会有一些像CPU Relax 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这个 你的那什么 你的这个 机偶数以及他的这个Cache的那个Cache Cache Line的考量点 这个比较麻烦 我们刚才在讲解这个 在整个投影片说明这个什么 说明这个机数偶数的时候呢 没有什么完全没有提到这个Cache Line影响 但是实际上是要的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片 就是这个 是这个 那这本是 有一本电子书可能知道叫做 叫做什么呢 叫做 等一下 耶稣好多啊 看起来很恐怖对不对 什么呢 好 这边有写 叫Linus Device Driver 那他在第三版 他是由这个Greg Ketch 写的 那这本书有一个很棒的 比方是你在线上就可以阅读 这是非常非常红心的 你看 Greg Ketch他是Linus Foundation的Ferun 那他 对这个 对这个Linus Kernel贡献是 是非常巨大的 其实 就我来讲他已经超越这个 超越Linus Toast 那 他除了持续贡献以外呢 他也花很多力气在引导他人 所以帮他说撰写这么好的电子书 他在网上也是非常有耐心的人 就是 跟Linus Toast 有很大的一个差异 Linus Toast 比较像一个自走炮 突然 他突然看到以前那个什么 版本控制系统很烂 他就搞一个东西叫Git 发布了说 这个Git是怎么存在 是用我自己来命名 还是牵称自己叫Git 反正就搞一个很怪的东西 所以Linus Toast 就是那种会暴躁的人 突然冒出一个东西 那最近他批评比较好的 那各位KH呢 是 可以说他是工程师的典范 尤其是德国工程师的工匠精神 你可以看 日本是 把一个 一个小的东西 然后做得很极致 那德国工程师 比较全面 他想的事情很多 但是 把每一个细节精可能顾好 然后把这种团队的 这种合作素养 提升到更高的档次 当然 日本跟德国都很多去学的地方 那在这边来讲话 格格KH呢 在他的这个Linus Divide Drivers 这边来讲话 他有这个电子书 其实就提到 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呢 看一下这个Sequential Lock 那这边有提到什么呢 他有提到说 事实上这个后来 这些Luck的存在 那玩的是什么 Luckless Assess to Share Resource 所以你看到 我对一个共享资源的存取 可以做到什么 Luckless 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再复习一下 我们刚才讲的东西 我们讲这个Luckless 你讲Luckless也好 Luckfree也好 在这边来讲 指的事情是一样 就是说 我不管是Luckless也好 Luckfree也好 我们在意地方是什么 我们在意地方是 不管你有多少资讯 至少有一个东西 不会被阻挡 而可以继续执行 所以这个东西很重要 你Luckless的Assess 才能够确保什么 你的资源使用是最大化 换一个角色想 换个角色想 就是说 你的CPU核心数越来越多 或者你的CPU的什么 Toblady越来复杂 你的CPU Cluster越来越多 的时候 我总是可以发挥我的作用 所以这个东西很关键 那Sequential Lock 就是这样的一个产物 所以请你知道这个事情 那Sequential Lock 它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就是帮说 写Divine Driver的人 也要知道什么 要知道它的用法 所以请你先知道这件事 这底下有一些描述 请你慢慢看 看这里 所以很多人 认为说 写Divine Driver 就是查规格书 然后把这个什么Data Sheet 这些东西写进去 对 的确有这一步 但是它不是全部 你干脆说 你去看 看那个什么 内科 看那个什么 你感冒啊 发烧的时候 去问那个医生 医生我感冒了 我好难过 流鼻水 你会发现医生在干嘛 看你两眼 然后就转头敲他电脑 会流鼻水啊 什么时候开始 昨天晚上啊 那你现在会觉得 会不会觉得很舒服 晕晕的 按下去 Enter 按完之后干嘛 去外面拿药 你想 如果 这样的东西就是 内科医师的 内科医师的 所有的工作 那你不觉得 为什么这件事 不交给AI来做呢 不交给 或说你自己 想要login到那台机器 然后自己 自己给自己下那个 写那个厨房签 对不对 你刚才这样子说 错 医师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是什么 医师要医德 医师要能够这样去判断 而且呢 要能够肩负责任 AI也许可以帮你判断 用这些大数据 用这些什么 很神奇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 但是 AI能不能帮你负责任 没办法 所以内科医师有个很重要的是 负责任 那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工程师 其实你要想 看这个 你看到 这个Sequential Lock 在什么时候可以用 你看到 我在什么 在 在 IntraHandler里面 那 如果你要用这个Sequential Lock 的话 那你需要用一个 一个什么 IrqSafe 先对这个词有点概念 就是先记下这个词 这个我们之后也会去探讨 事实上 这个Sequential Lock 它写是这样 这边的Begin 然后到什么 到这边Retry 但它这边有一个 IrqSafe的版本 所以事实上 你在用的时候 还要考虑到什么 它的这个 使用的环节 然后 这边你看到 这边Writer Writer在用的时候 注意到它需要一个什么 它需要很明确 要一个什么 要个Lock 还记得这个 它用的时候需要对应这个Lock 所以你可以 请对照看这边的描述 应该可以给你蛮多的启发 好 那么再继续看 那可是你看 即便有RewriteLock 或者说像刚才提到这个 Sequential Lock 就算有这些东西的存在 我还是需要Lock 对吧 那有没有可能呢 把Lock的数量 压到更低的境界 有没有可能 事实上是有的 在学术上是有这个研究 好 这东西可神奇的 因为时间关系 我没要跟你解释 那简单说 你可以从标题可以猜得出来 它是有几率分布 注意到Sequential Lock 它本来就有几率了 然后这边再把这个几率再 再一步扩展 那这个东西是建构在一个东西 叫PWCS的基础上 那PWCS的基础在哪里 在这里 PWCS PWCS的全名叫什么呢 PWCS叫做 叫做 这个 它是站在什么 几率 P W Write Copy Sequential Lock 好 来看一下这个目标 好 那这个 因为我们在典型来说 在典型的这个应用环境来讲话 你无可避免去是要Luck 而且Luck可能还是什么 就是 Cost-Grain Lock 因为你不知道里面有多少 那当然可能慢慢从Cost-Grain Lock 演化成Found-Grain Lock 但是你的复杂度也变得更高了 而且麻烦的那些是什么 像前面讲的这个Day Lock 或者以后我们讲的这个Live Lock 所以你看 死的也有Luck 对不对 活着也有Luck 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 而且你要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很麻烦 对不对 你看点前来讲是吧 Don't know Can't know 对不对 这个是很麻烦的问题 然后 所以 在这篇研究呢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思维 因为现在电脑系统职位越来越复杂 而且包含说记忆体 注意到 像NUMA NUMA这样架构来讲的话呢 它从整个CPU的拓谱 到Memory hierarchy 整个东西都变得很复杂 那这样的前提下呢 前面状况显然它一定是怎样 你虽然可能不知道它的细节一定是怎样 一定更复杂 所以会导致什么样的状况 会导致Lucking的成本越来越高 对你看这Lucking的成本越来越高 而且呢 更麻烦的是说 如果你要用在什么 realtime的system realtime跟realtime realtime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realtime是说 比方说做一件事多久可以完成 如果可以很短时间完成 叫做realtime 但realtime在意的地方是什么 在意叫determinism 也就是说我做一件事 我会设计一个dayline 比方说dayline是一秒要完成 比方说我这个 把你的机铁只要存到disk 里面一秒内要完成 那当然你可以说我绝大多数 都是在1microsecond内完成 这好厉害 或者说1microsecond内完成 这也不错 但是呢 你说我算绝大多数都是在1microsecond 但是偶尔要到10秒 比方说CPU很忙 比方说你应该有个经验 浏览器开一堆分页 就像我一样 开了几百分页 然后发现 哇电脑突然卡住了 那要从记忆体的 只要写到disk的时候 哇要写好久 可是平常很快啊 平常都是可能1ms就写完 那你说这样的问题 严不严重 严重到这个就叫做g turn 就是说 我多半的时候呢 时间是很短的 但是我在很差的情况下 可能会这样好几秒 那g turn 是什么 g turn 就是最大延迟 减到最小延迟 这叫做g turn 所以它就是抖动的范围 那这个东西呢 对这个即时系统 尤其用在什么工业控制 航空啊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事情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这边来讲 这边论文就提到说 这不是我们要的 所以你看到 这边好玩的就是什么呢 它尝试建立一个数学模型 这里 这边建立一个数学模型 以及它的一个实作 那它的实作来讲的话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把这个 这里 它是什么呢 它提出这个slipping spin up 就是说我这个spin up 其实我不是只是空等 我把自己都要vq 然后呢 我还有一个什么 我还有一个激励模型 说什么 说你多少的机会 需要去luck 那多少机会不去luck 也不会出事 所以这个东西很好玩 它是什么 它叫做这个probabilistic right copy select 所以这个东西很好玩 它是建立在这个数学模型上 那另外 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的 可以去查一下 这是Niklos 那我一定要介绍一下 这个Niklos Niklos算Linux Kernel 一个很传奇的人物 它其实它本身 本身是盲人 对不要怀疑 他几乎是一个盲人 那他非常非常的什么 非常的这个艰辛 那我很幸运的有跟大家合作 他是这样 他是南州大学的这个讲座教授 那他也是那个博士班的博士导师 但是他没有大学的文凭 然后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这个奥地利人 然后 忙 他事实上他 他 他严重的这个势力缺陷 几乎是看不到 那 可是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他的眼睛 发现病变之后呢 才去从事他的更高深的Linux的研究 那你可以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他的趴 那他这个人非常客气 而且对 对 对 对的人都非常好 所以如果说你去问他问题 很大比例他可回你的 他是 他是看不到 所以他几乎看不到的前提下来 这样 他就是 他做的这些研究 是很前瞻的 而且是很务实的 然后更重要的地方是什么 更重要的地方是他对开放原始码呢 不是只是想要当使用者 利用者 不是 他很多成果都是有GPL 或者有这个类似的这个模式去释出的 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 那你阅读他的论文 应该可以获得蛮多的启发 那后来呢 就是有德国的研究者 在Niklos的基础上再去做 那Niklos最近的研究是这个 叫PB Sequent 那PB Sequent的话 这是在两年前的报告 他就是他就是创造一个新的一个 这个Sequent Slack 但是他是有这个Buff Swapping 反正就是说 这又是一个数学模型 然后他最近就在今年 就在今年把这个数学模型建立起来 然后这边很值得一读的地方是说 他把传统 我们讲这个SpinLock Mutex也好 我们花很多时间写SudoCode 我花很多时间去 人去冥想 但是他把这个东西把它转换成数学模型 把它转换成一个 透过数学模型 透过他的推导 然后呢 把它的范围 他最近做了一个很酷的事情 就是把这个东西 钝移到 我们称为叫做WCET WCET 在RioTime来讲是很重要的事情 它全名叫什么呢 叫做 Worst Cast Execution Time 以前在很多Lock 不管是SpinLock也好啦 Mutex啦 之类的 那这些东西都没办法确认说 Lock之后 看到别人给你一段程式码 几乎没办法告诉我们 说 在Worst Cast会Lock多久 几乎你没有这个资讯 你往往都是做实验才知道 但是Nikos在最近的研究 其实他做的这件事是很伟大 这是创世纪的 我跟他聊过很多次 我也在做类似的研究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跟我讨论这件事 我们在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 我们想要用个数学模型 把这些以前不太可能说 Worst Cast Execution Time WCET的状况 我们透过一个数学模型 透过一个统计模式 告诉你说 就像原子轨域一样 我可以告诉你说 百分之多少的机率 原子轨域 你还记得吗 高中学的东西 什么ES轨域 对不对 ES 然后什么2P轨域 这种东西 对 很简单 ES2P 就是讲的是什么 原子在特定的 比方说像画面中看到这个 在特定的一个地方 它的这个机率是多少 这样一个原子轨道 这样 所以这个PB Sequence Lock 它的重大地方是什么 它把这种传统这种 凭感觉 或者说透过这种 从Cost Grain 到Fine Grain 的这个什么 这个那个Lock 那是凭很多经验去做的 那现在呢 是让什么 让它有机会 用数学模型 然后最重要的是 这个东西整个东西 对整个real time 很大的帮助是说 很多地方是本来它是 non-deterministic 但是有机会怎样 透过这东西 便建立一个完整的一个思考体系 所以如果说这些研究 可以做完的话 它对整个作业系统的发展 是很significant的一个突破 就是你看 这个表示什么 worst case也是可以分析的 这个不要 千万不要小看这东西 这东西意义可大的 好 然后 请让我休息一下 好 那我们来继续 这个网友问到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呢 两个CPU 同时 acquire lock 那会 进入到哪一个 quire loop 好 这东西很好玩 来看一下 怕你忘记程式码 再提醒一下 好 这个网友问到的问题 其实是画面中 这一段程式码 那注意到这边呢 包含什么 其实它有 三个地方要注意 第一个什么 我的 automic 我的automic 就是 s++ s- 就是automic increment 或是反过来操作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注意到这个pulse pulse pulse这东西很重要 这个东西跟什么 跟我们的 cashline的更新方式有关 然后呢 再什么 再来是另外一个test 注意到 另外一个test 在哪 在这 另外一个test 在这 好 所以呢 刚才这个网友的问题 这个非常好 就是说你去想 同时acquire lock 好 那关键地方是 同时acquire lock 的时候呢 依据这个程式码 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地方是 但是 当我这个进入的时候呢 这个的重点 就是说你看到 如果没有这一段 如果没有这一段 然后单纯只是用 busy waiting的话呢 这是可别去做 可以 只是这样 只是对 对于这个什么 对于这个 你需要搭配一个平凡的这个cash invited 所以你发现说 恐龙书 就是说或者你先读这个作业系统 你只是背重点的话 也不是背重点 就是说 如果你只是看的比较单纯 只是以这个时序 以这个什么 以这些所谓的atomic operation啊 搭配这些spinock 搭配这个 什么decker啊 那个peterson peterson arguese的话呢 那你就会发现说 你忘了考虑到什么cashline影响 那更麻烦那样是 我们刚刚有讨论过 cashline的行为 cashline更新的行为 跟它的这个更新的方式 直接什么影响到什么 影响到取得luck的几率 好 那回到这个刚刚这个网友 网友这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很重要啊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 会遇到一个很有趣的状况 如果是同个时间都acquire的话 到底会在哪一个范围 好 这个东西很有趣啊 这个东西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你的 以这个回去来讲 取决于你的 arbitur 就是你的bus 就是你的 因为 我看一下另外一个 这张图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不过难回答才值得想 它取决于 底下有一张很好玩的图 这张图 其实取决于什么呢 取决于你的 CPU 还有 topology 还有你的 你的 conference的行为 好 好 所以 麻烦的地方在哪里呢 麻烦的地方是在于说 因为我中间有这个东西 好 那这个东西的发生呢 我还讲话 我CPU进入什么 会进入sleep mode 好 那 呃 其实不应该这样讲 反正就是说 我会 CPU会去sleep 但不代表是sleep mode 反正CPU会sleep 所以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 我是进入什么 被动等待的状况 好 那所以整件事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是 一旦我进入sleep的时候呢 你对到那个程式码会在哪里 好 我就在这边sleep 所以 所以对我来讲话 我 在这段程式码 我决定什么 要不要继续什么 要继续sleep 好 所以其实 这边来讲话呢 我们的关键在于说 我们想要避免 避免这个 大量的这个 大量的这个cashline 就是一直舍弃大量的cashline 然后 并且大量的ride back 所以 我们的重点是什么 我们的重点是想要降低这边的成本 所以我们专注在这一个区域 注意到 这一个区域 好 那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它会在哪一个 会在哪一个那个 坏回圈呢 这件事很好玩 如果你有两个的话呢 你会有类似pimp 就是说我们刚才前面不是讲到这个 cashline bouncing 那事实上呢 在 呃 在考虑到这么多的前提下 考虑到这样的前提下 你会有这个pimpimp 我这边讲的PingPong不是内层跟外层 而是说你看 这边的组合 这边组合有0跟1的组合 对吧 那你会进入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在True的情况下才会进来 对吧 就是在西元来讲 只要是0就是False 所以我这边是True的组合会进来 然后我这边来讲的话 我就问怎样 我先怎样 先CPU先休息 然后我在这边来讲话 一样 我是要在这个条件 True的情况下才会继续跑 那如果没有继续跑的话 它本上就是一个 还是一个BC loop 所以你看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最外层它构成一个BC loop 那最内层是降低 降低这边的成本 所以它的重点在 所以你问说 它到底是在里面那层 还是外面那层 这完全取决于什么 你的Topology 就是Topology跟你的CCI 就是Catch Corrient Interconnect CCI 完完全取决于你的Catch Corrient Interconnect的那个行为 所以整件事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东西呢 你会遇到一个很麻烦的状况 如果说你有机会去写更深入的程式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我已经没办法用什么 用GDP啦 没办法用什么 什么那个F-Trace啦 或是用这个我们之前有谈讨过这个 K-Prob搭配什么 搭配EBPF 你没办法用这种东西来处理了 你势必怎样 要从硬体的那个 硬体的那个机制去看 这个是在这个整个Debugging 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地方 就是因为问题已经不是它 是在哪一行了 你会涉及到一个 刚才提到的一个中间的一个状态 好 好 那么再继续看 就是我们下一个环节在哪里 下一个环节来探讨这个 记忆体的这个一致 叫Memory Consistency Consistency 然后这个Memory Consistency 这个东西很麻烦 而且你又不得不面对 来看一下 终于可以进入到下一部分了 好 那注意到我们讲Memory Consistency 是讲硬体这部分 那么刚才讲这个部分 是在Kernel这个地方 那么现在讲到底层了 然后这个东西呢 男在哪里呢 男在 男的地方在哪呢 就是 事实上呢 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个 比如说我们刚才不是提到这个Memory Barrier 那你会看到很多教台跟你讲说 你要怎么去用Memory Barrier 然后要怎么确保它正确 但是 我们今天所谓的正确的往往是这样 很不幸的就像是 很不幸的就像是有那种 那个 Hatzen Box 什么叫Hatzen Box 就是你还记得那个 Shadinger的猫 对不对 就是放在一个环机下 比方说这个房间里面 这个猫是死的 还是活的你不晓得吗 所以你只能超过大量的统计去看之后 他活的的机率是多少 死的机率是多少 所以原本可能是活的机率是90% 那下礼拜的时候变成活的机率只剩下50% 在下礼拜的时候活的机率可能剩下50% 那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看好玩的地方在这里 即便是在单一处理器上 因为不同的硬体 以及不同的编译器最佳化 还是会导致这种Hatzen Box 所以整件事很尴尬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但是人们尝试去理解 而且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 这件事的影响可大了 就是你会觉得这个奇怪 我们今天学理工的讲话不是很精确 为什么讲话就是一直 你看讲到这边 一直讲到好像可能 对不对 你们觉得这个话很奇怪 那这句话就跟什么电脑病毒 会让人类感染什么 让人生命一样非所思 但是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的确这种状况是有可能发生的 除了刚才提到这些在城市开发上的问题 实际上就算城市开发没问题 有可能会这样 可以让放射线去影响到低论 尤其在航空 大家知道就是说像什么 Apo 11号 或者其他的这种太空探测的 它其实会遇到什么 它会遇到这些宇宙射线 所以你看这边这个讨论 稍微瞄下 这个在StackOffroad上有个这样一个分析 分析什么的 就分析就是说 假设我有个这东西 这个数值 这个数值写出来 2的-128 吃房是这么长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数值 它很长的数值 然后直接帮你画重点 如果你不做ECC 就说我做这个教证跟比对 这个什么 查验这个机体内容的话 那其实很不锡 那边是有很大的比例 它会得到错误的结果 看一下哪里 眼睛看得有点慌了 有这个 就说事实上 这个东西它会有一定的几率会发生 然后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这里 所以你看到这个 你看这边的设计 所以你会看到说 有很多ECC被提出来 你下次重开机的时候 看一下那个BIOS 比方说它的memory是哪一种ECC 之类的 这个用哪个演算法 然后再次说 你可以跑这个memorytest86 这样的东西 然后 那很多的状况 ECC是可以帮助你的 但是麻烦的地方是说 对 还有办法说 硬体的ECC也会存在 可是麻烦的地方是 这些机制存在 它可以避免这个 没有必要的这个 bit free 就是原本是0的变成1 原本1的变成0 它可以避免这种状况发生 但是反过来说 它也会导致 额外的什么 时间成本 还有更麻烦的地方是 你的管理成本 所以你会发现说 这个底下这些东西 其实比你想象復杂 而且会遇到什么 会出了命 像这个 这个 这个Thelag 25 是电脑科学上很经典 它是在 在哪里 在那个 加拿大 就是一个放射线治疗的装置 但它的这个 因为软体的缺失 导致什么 导致它的这个 辐射剂量 超过100倍 你想想看 辐射 就是比方说 你去看牙医啊 会照X光 那 或者说你堵头啊 就是比方打球 打一打 那个 骨折了 那你去照X光 那这个东西 平常照射都会觉得说 都会限制说 一年只能照几次啊 诸如此类这种问题啊 对不对 那你想 突然变100倍 当然很多人就死掉 但是很好玩 不是很好玩 很 不幸的 很不幸的地方是 这个状况呢 其实在这 很多环节都会发生 所以你有兴趣可以 看一下这个部分的讨论 那我只想提醒大家一件事 是说 其实 整个 Memory Consistency 其实它是很复杂的议题 所以你看 刚才那一份 投影片呢 提到什么 它其实是在哪个环节 它是在 硬体的环节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 这硬体环节 其实有考虑到 很多这样的议题 那当然 这边有提到什么 Compute Optimization 那让这个 整个件事呢 又更怎样 又更加扑朔 迷离起来 好 好 那 底下这边的地方 就请你再看一下 那我帮你画几个重点 因为在实物上我们要考虑到硬体的行为 考虑到编译器的最佳化 然后考虑到整个这个读跟写 还有这个指令的交错的问题 所以在整个 Memory来讲的话呢 我们事实上会有个要求 这个要求叫做 SC 全名叫做 Sequential Considency 它简单来说 它的意思呢 说起来 字面上意思很复杂 对不对 像Sequential Considency 字面上意思好像很这样 好像很复杂 但是意思很简单 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 我呢 记忆体的顺序 是先写A 再写B 再写C 你的程式码是ABC 我可以讲 那也有 就是说 比方说你的程式码是什么 我读A 然后读B 然后写入到 X 所以我A跟B的顺序 一定是在X之前 那X的写入 已经在这之后 你想说 这听起来是像废话 但注意到 这个东西 我们称为叫做什么 称为叫做 最简单的模型 那最简单 通常也会最正确 对吧 这个东西是怎样 它这个顺序都是固定的 那你说 这样东西有什么搞头呢 注意到一件事 在真实情况下 很多时候 这件事不是那么容易 为什么 因为你有一个什么 你有个Cache 然后有Cache存在就有什么 就有Compheus的问题 更麻烦的地方在哪里呢 因为我的Memory Hierarchy 是这样 是很多层的 比方说有个东西叫 Cache Neuma Cache Neuma Cache Neuma 我不打算解释的 反正你可以看到 你光看那个 看那个什么 光看它英文就知道 是Non-Uniform Memory Assess 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 它把它翻译成中文 就是它的这个 基底存取 它是这样 它不是对称的 也就是说呢 你现在存取某个区域 比方说 我们来看一个画面 讲这个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左边是一个区域 中间是一个区域 右边是一个区域 然后呢 左边 中间 右边 各自都有什么 不同的处理器 各自呢 当然有不同的 这个Cache 然后呢 它有各自的 Local Memory 注意到 左边有Local Memory 中间有Local Memory 右边有Local Memory 然后呢 它又可以透过这个 Interconnect 去存取到什么 以此共 三个共享的资源 所以整件事 哪地方在哪里 我的Bus Arbitur 直接决定了 直接影响了 整个城市的行为 所以在整个 C型NUMA来讲的话呢 处理器本身 有什么 处理器本身 它有什么 它有 它有对称的 也有非最称的 好 这一个 然后呢 再次的 记忆体的行为也是有 就是说 我有这个什么 有这一区 可见Local Memory 也有这一区 可见Local Memory 也有这一区 可见Memory 然后这三者 Local Memory 废话当然是怎样 不互通的 但是呢 我的Bus Arbitur 又允许你怎样 又允许在特定的条件下 我又可以怎样 存取到怎样 共享的资源 所以整件事 哪里呢 你写城市的时候 你用个指标 我给一个位置 比方说 16近位的 ABCD 或者16近位的 12345 那我的12345 跟ABCD 你以前都以为说 我存取到12345 跟存取到ABCD 应该怎样 应该只是 机体位置不同 那 应该只是 Virtual AdWords 转参成Physical AdWords 你会觉得 可能时间成本是 差在这 错 这个东西 完全是不同的case 对 它已经是 完全是不同组的 所以你会遇到一个 很尴尬的地方 是说 因为我在这边来讲的话 有不同的处理器 会去改变 会去得知不同的状态 然后它 彼此之中又有各自的catch coherence catch coherence 那这边又会影响到 这边又会通过这个interconnect 然后去跟其他的状态 所以这些东西加总起来 让sequential consistency 不很难的去落实 如果我们要求 一致的sequential consistency的话 会导致个什么状态 导致刚才的catch 导致刚才提到那些 最佳化 或者是这些资源使用的策略 它没办法变得有效 变成说 你可能你要导致 你要做到sc sequential consistency 可以缩习掉sc 你为了要做到sc 你就把多核心的资源使用率 大幅的降低了 变成说 就其中某一核出了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说 我们在这么复杂的一个计算机结构 突然这样 就变成英雄无用之地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呢 事实上考虑到这些最佳化 考虑到这些效能的问题 考虑到资源使用率问题 我们不能在每一个情况下 都要求是做最严格的sc 所以我们用最严格的sc 导致的最糟的状态 导致到这个悲剧 它就太慢了 而且它让这些最佳化 就没有用了 就是harmless 就这家后面笑了嘛 这不是我们一样的 所以比较麻烦的地方是说 会有一系列 就是relax consistency 这个我就先提到这边 那这个东西就会涉及到一个 burial跟fence 这个关联 所以你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 这方面的资料 那我就先提到这里 那底下这个图可以看一下 好 那接着我想要来 跟大家来谈一下 这个我们的第三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就是 第三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就是罗希武教授的整理的一个教材 然后这边用 这个东西打开要很久了 这个打开要 这个内容需要二十几 二十几Mb吧 如果没记错的话 看一下 这东西还蛮大的 这东西需要二十几Mb 非常大的一个是吧 非常砸一个答案 好 那我这边就帮大家做一下重点提示 这个罗老师很有趣啊 还这么谦虚 还在说他是阳春副教授 然后呢 这个 卢老师在准备这份投影片的时候呢 他是依据这个恐龙书的内容为主 所以或多或少会有一些遗憾 因为恐龙书有些东西本来就没有写得很清楚 那卢老师尽可能去把恐龙书没有讲清楚 去做一些补充 那恐龙书有些内容的描述是 可疑的 就是 我不是说他错啦 就是说可以 就是有很多争议在 那这也是比较麻烦的地方是 那卢老师在这方面就 他有标榜 那基本可能是 你要去注意的 跟真实世界 或者说跟这些 比方说你看那个 Andrew Tillerman 在他的书里面 就是modern operation system 就有些论点跟这恐龙书是冲突的 好 然后他这边就提到什么 Quickle Session 提到这个很经典 这个Petersen Argorithm的Peters Solution 提到这个Semin4Mintest SpinDuck 跟这个Memory Order 那注意到一件事 我们今天不会花太多心思来跟讲 Memory Order 毕竟我们这个讲座也快结束了 那但是Memory Order 几乎是 让Linus Kernel持续改版 有一个很重要的考量 因为Memory Order 只会变得越来复杂 就是说我们的整个架构 越来复杂 然后我们系统的 对效能的启动 是越来越是吧 越高 而且它的整个 Fingrain Lack 设计越来越复杂 那当然过程中 会有一些 连带一些Lackless的考量点 那这个东西跟Memory Order 又有关联 那我们之后也会有一些讲座专门来讲这些事 然后呢 所以蓝的地方是什么呢 蓝的地方不是很多处理器 而是同一笔资料 这个东西就复杂 所以比方说这边有一段程式码 那如果说你只是很单纯的建立一个资金序 然后你跑里面的3 function 那把不同的这个数值范围带进去 然后呢 就发现一个悲剧啦 你看到 我就分成 我们所谓的Falk & Join 模式 就是先缤纷多路 然后之后再Join 好 尴尬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跑完之后呢 你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答案 这个不是你要的样子 那问题 为什么会遇到这种问题呢 就是其实呢 你忽略到一件事呢 忽略到我们有一个东西 是共享的资源啦 哪个共享的资源 在Global Global是共享资源 但是我两个资金序在更新的时候 竟然怎样 竟然没有考虑到 这个Global的存在 所以这个东西呢 很刚刚的地方是 我没有什么 我没有考虑到这个共享资源 好 然后呢 底下就在讲这个议题 所以说真的 我们在讲这个多核心呢 与其说发挥多少效率 与其说效能提升多少 更重要的地方是什么 是正确 而且它的正确的 蛮麻烦的地方是 就是 我想大家 如果说 有去上班过 都会听到有人说 啊 我昨天晚上 我昨天用的时候 明明它是好的 今天就是坏了 我敢发誓昨天是对的 但说真的 这个发誓没用啦 对不对 就像有人发誓 要一天到晚退出政坛 蛮好的 三年前发誓 四年前发誓 今天还是没退出 就类似这种 那我们在意的地方是正确 我们在意的地方是 资源的使用 我们在意的地方是 它从围观到拒观 就是不管你从围观 或者从拒观去看待整个事物 所以这个整个作业系统难 就难在这地方 这也是为什么 作业系统这门课 通常都排在什么 排在大学三年级 是希望说大家从什么 从逻辑的基础 从数学的这个背景 发生说这些基础统计 然后再从Computer Architecture 然后再一点这些细缘 发生说资料结构演算法 他希望这些东西 把它一口气 把它兼顾之后呢 再来学作业系统 但很不幸的 考研究所通常不是这样考 备课 太难过了 好 那所以就是注意到一件事 是什么呢 就是 所以你看 这边来讲话 就是路老师提到这个什么 正确 然后再来之后 没有提到什么 Rest Condition 然后接着什么 接着呢 有个很重要概念 叫做Quickle Section 就是缩写成CS 也就是说呢 我们势必会遇到一些 共享资源 我们会势必说 我们会有 同时有不同的执行序 或者不同的执行单元 不仅是执行序 然后或者其他的执行单元 就算是不同的Process 也有可能会有 同样的共享资源 然后呢 所以我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执行单元 我们就会有操作共同资料 那我们设计一个保护 那我们称为就把 就把这个保护这件事 把它转换成Quickle Section 这个Section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把它范围 明明确确的把它界定出来 所以这个CS很重要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说什么呢 解决Quickle Section 这边 它有三个条件 比方说这个Mutual Exclusion 然后这个是什么Bunded Waiting Burgers这种 那这个比较细节的东西 就不看了 然后Peters Algorithm 很重要的地方在哪里 注意到它时间点 神奇吧 第一个时间点在1981年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第一个纯软体的解法 其实很早就存在 1962年就存在Dex Algorithm 但是到1981年的时候 猜一个什么 它的同样是纯粹软体的方案 但是呢 48人说解决是什么 前面讲的Rest Condition 那你可以去想一下 从1962年到1981年 到底发生什么事 Lest Calm 然后注意到 它也还是有个假设 虽然它是纯软体 其实纯软体这个词不好 就是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 其实政治界没有软体 是真是纯的 同样是网页好了 这个网页你说 这个写网页的时候 好像不用懂这个硬体 屁啦 你写网页的时候还考虑到 是直的放 可真放 荧幕是宽的 窄的 大的荧幕 小的荧幕 这都跟硬体有关 它就不存了 对吧 然后更别说 这边还是有一些假设 这个假设是什么 是有这个 Lost Dose Automic 然后再是有 共享记忆体的前提下 好 那这个底下 这个书本上找的 当中就不讲了 然后底下就讲证明 注意到 这个证明 这个证明实际是 跟恐龙数的描述有关 那如果说你去看 比方说 Minix那本书 就是这个 安卓廷的本 他写的 Minix的书 讲这个 Apprent System Design 的 Implantation 的话 你会发现说 他针对 这个 Mutual Exclusion的写法 跟这个同一片的写法 有蛮大的落差 请你对照看一下这个部分 不过这个一样 一样的交扣书 我也不提 好 我重点在Linux 好 那卢老师在后面的地方呢 就用到C1 那C1有个重要的地方是 它有一个叫 SDD Atomic 那就是把这个Atomic的Store Atomic的Fence 就是Memory Barrier 这些东西 把这前面讲的Memory Order 明确去Summing 那比方说呢 这边会有个什么叫 叫什么叫做 CST 就是讲一个Strong的Oder 好 那接着我们来讲 这个Summing 跟Spinlock的差异 然后 要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说 因为Summing 它是属于 Blocking 所以Blocking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我就会重排成 所以它几乎都会 就是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放到什么 放到VQ 好 那当然 这些东西都是 会消耗一些资源 但是因为我呢 会有VQ更新 然后还设计到 这个Reschedule 那所以事实上呢 你用Summing 如果你等的时间 你做的工作 相对是很单纯的 那你在 处理Summing 本身该做的事情的 成本可能会大于 你Summing 内部要做的事情 所以注意到 所以跟你做的事情有关 那反过来说呢 Spinlock 它本事实上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 Beezy Loop 那这个东西呢 是什么 是一个很 如果你做的事 就是很单纯 那用Spinlock 是很好的事情 好 那注意到 这边也是恐龙书的风格 那强烈建议 不要只看恐龙书风格 顺便看一下 minis怎么写这一段 好 那这边 终于来看它Summing 那Linus kernel里面的Summing 是这样 它有一个 LossSpinlock 这个Summinglock 在这边 然后它有 这个Count 然后再来是它有一个Wait List 然后 那这个Lock的存在是它干嘛 是跑步这个Wait List 然后 这边就有提到一些变形 那这个大家可以教它参考一下 那这也是我们之后要提的议题 然后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说这个SummingFone里面 它的那个 因为那个论文 就是刚刚提到像Dex Argue这种论文 它出现很早 顺便给大家看一下 第1KQEA 注意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可能大家对丹麦 对丹麦的认知可能很有限 丹麦可能想说这乐高积木是来自丹麦 但你要知道丹麦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农业强国 虽然你可能感觉这个国土本来面很大 但是它这个丹麦是很强大的国家 然后最酷的地方是什么 丹麦出了很多很神奇的科学家 像这个 那包含说这个Dex 也是个丹麦的数学家 它在什么呢 它在1962年 或者是1963年 因为这东西实在太早了 1962年或者1963年 他们就共同发表 所以事实上 Dex Argue他其实这样子 他实际上就已经去 他们去界定 界定在多个处理器的情况下 那怎么确保说什么 确保说在Shermeria资料的一致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时间 为什么会有那个时间上的问题 这很有趣 因为它是unpublished paper 但是你可以看到说 他们在1962年代 就已经把这件事想过了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你想象1962年代什么概念 1962年代就是 像1969年 人类通过Apple 11号 成功的登录月穷 当然有些人不相信 但是我选择相信的 然后1960年代 其实它整个系统很有趣 如果说你回想一下 那个年代比方说什么 Martix 这个Martix好玩 就不知道什么呢 Martix是在1960年 有贝尔实验室 Marsen理工 还有这个G 通用电器公司 然后事实上Martix有个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它是支援Multiprocessor 对你没听错 不是Multiprocessor 是Multiprocessor Martix它本身就是怎样 它是支援多个处理器的 神奇吧 这个东西再回讲一下 它的时间是什么 它正式的发布在1969年 所以可以看到一个很神奇的地方是什么 这个1960年代的Martix 它是多人 多工 多核心 但是到1981年的Microsoft 它是什么 是单人单工 单人单工什么 没事做 对不对 就是几乎比起来 跟这个比起来是差太多了 对不对 DOS的档案系统 大家都知道 它太简单 简单到 没办法很有效率的使用 那上面的开发 一次也只能做一件事 但是你可以看到 1960年代的东西 竟然大幅超越1980年代 1981年的东西 所以在电脑上 其实有大量这种对比 这种对比很有趣 那你可以 我刚提抛说的问题是这样 请你去想一下 这个DACUS algorithm 跟什么 跟这个Petersen Petersen这个 algorithm 它是什么 它彼此的差异 然后以及它的考量点 然后再来是 为什么一直到1981年 才把这些东西 就是说这个Petersen 才把这些东西 把它这个思路 把它补齐 你去想一下 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你看到DACUS 其实就提到这个议题 然后 但是不管是Petersen也好 DACUS也好 它重点是什么 它是用这个 用这个 它们的这个术语 尤其是DACUS的术语 那玩意 它就是什么 为什么要讲 花很多时间 讲这个 讲这个 讲这个丹麦 荷兰 很有趣 讲这个丹麦跟荷兰 为什么 因为它们的术语 你会看到说 里面用词 生命风会用P跟V 那就是 基本上就是那个什么 up down这种东西 那所以这是对应到原始论文 那 那 你也会 除了这个up down 也会看到什么 wait跟signal 这样的一个 一个术语 所以 去 看 看待 用生命风去解决一些经典问题 比方说 Bonding Buffer Proven 这是所谓的生产者消费者问题 那这我就先跳过 那注意到一件事 我们在Linus 要的东西 绝对是远远超过这些教育数要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要解决一些很经典问题 比方说多个reader 然后write 数量是少很多的 那这样的前提下 我们怎么去做 然后呢 我要怎么去提升我的平行度 所以我刚才不是有讲过啦 这个 这个什么 那个 会有 各式各样的这个lulac存在 好 那所以呢 这个恐龙书的做法其实是很保守的 那但是呢 但是因为 因为你大量这种生命风法 其实对这个系统冲击是很大的 所以事实上像pthread 它就提供对应的这个lulac 那所以注意到呢 这个lulac是有这个前提在的 所以请你过去看一下这个内容 好 然后再来是这个mutex 那前面有提过 你可以把mutex想象成 当作为这个什么 当作一个bunson风 但是呢 mutex事实上它的特质是很多的 那在不同的mutex的实作 会有不同的特质 所以比方说像那种ownership 比方说这个什么 有这个 Priority Inheritance 那Priority Inheritance的重点是 解决Priority Inversion 就是优先群导致的状况 或是有这个什么 或者是这些recursive的lulac 然后甚至adactive的mutex 这样这样的东西 这个底下我就不提了 好 然后再来就是底下就是这样 这个atomic operation 那这个地方刚好可以对照看哪里了 我们刚才不是有提到这个 像memory order 那你可以去对照看这个 这个share memory 搭配这个memory order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catch covariance 那个议题 那不然说像这个什么 电媒 这个也可以一遍一去看 那所以大家知道一件事是说 你会觉得 也许你会觉得头目很难 对头目是很难的问题 但是真正难的很多时候是怎样 是因为你缺乏背景知识 你缺乏说对整个这个 比方说你看 在X86里面 现在有load buffer跟stop buffer 它的load跟stop不是永远都是atomic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设计到什么东西 这个MOB 设计到我的memory model 所以我们刚才讲这个ordering 讲什么的其实怎样 它其实要考虑议题是很多的 那更麻烦的地方是linux是怎样 是针对这些不同的议题架构 针对不同的需求 持续去进行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要做到前面提到这个sequentially的consistency 其实它你要画的代价是蛮多的 那而且光是刚刚提到这个spinac 请看一下背后 背后又还有这些什么 这些议题在存在 这也是怎样 如果说你要去考虑到linux 其实你要去思考的议题 那底下这边还有補充什么 botton help 那这个我就先提到这边 所以我希望大家认知到 就是说你要能够去征服 征服linux是科农 其实这方面的学问 是真的是一顶都不少的 好 那在这个尾声呢 我想跟大家来探讨一下 探讨一下我们之后来做什么事 那之后呢 我想大家来看一下 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 整理不错的一个教材 其实也不是教材 就是一个整理 那这个人也有趣啦 就是你可以去follow他的那个推特 然后他的Github上也蛮值得看的 那他就是把这个 他就把linux kernel把它拆解非常多部分 比方说linux kernel硬体有关的地方怎么出实话的啊 这次我们刚好时间关系我们没有机会讲完 我们有关系我们之后还会再来探讨啊 那不知道说什么interrupt啊 或者是system call他把kernel做很多拆解啊 然后呢比方说在这边来讲话呢 他就是专门来探讨是吧 synchronization primitives 那就讲了这个这个Speedlux 那你看看很多啊 所以我希望之后呢 我们来也是依据这个整理呢 去把这个同步机制拆开成好几个子项目 来跟他探讨 好 那快速帮大家复习一下 所以希望大家回归到基本面 一定要很清楚的去掌握 就是在你去探讨kernel之前 你要先了解你对整个architecture 然后你要了解什么 了解说中间 中间这些 你具体做了什么事 要说呢 你会看到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luck free 那luck free呢 其实很多时候呢 像这个你真的什么 你要知道是事物的本质 所以其实学习做一种很棒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你有一个环境 你可以去检验整体你的认知 从你的什么 从你的硬体的认知啦 从你对数位逻辑的行为 其实都有机会的啦 有机会去看进去 那不然说前面提到这个统计 甚至呢有可能怎样 像还记得这个吧 还记得这边就是什么 从像博松分布啦 或者说像什么 像你的这个数学模型 你有机会看得更更细致的 然后考虑到这些公平性 这些议题 这些一些什么 一些站在这个过往资料 然后去预测未来的发展 然后再来是说我们中间也提到什么 像spinlock 那么也提到说 比较典型的这个设计 还一起考虑到像另一个时代来讲 有针对这个处理器的特性 那你会发现这时候 cache好像这样的一个影响就存在了 甚至这种东西还跟什么 跟我的cache compliance interconnect 还有包含说你这个fast object 它本身的行为有很大的关联 所以我们在在征服这个坑朵之前 其实你看再次看到这个的影响 然后再次我们提到这个 对来拉克提到这个sequence lock 然后甚至还包含说这些相关的学术研究 其实你不要小看这些学术研究 虽然这些东西还没有在另一种出现 但是其实它有很可能 它很可能对我们这个餐饮影响是很大的 你看到这些东西陆续在发表了 而且一开始是Nikolas 那事实上现在已经有至少在这一篇论文 你可以看到这些分析你得做了 那千万不要小看说人们对于资源使用率的迫切期待 就是不是说资源使用率高就是好 那第一就是不好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个二元去区分 其实我们在意的地方是什么 在意是一个整体的观点 刚提过很多次 从围观到局观 然后再来是什么 在你针对这个场景 比方说Web Browser Database来讲 这种场景我能不能去处理 还帮你说什么 在刚刚有提到Linus Divide Driver那本书 Greve Ketch 写那本线上的书 就有提到说在Sequence Lock 那搭配IRQ 它会有需要不同的IRQ Save的版本 那也就是说到底什么样的情境 会需要Sequence Lock 用了才会把它发挥到效应 这是你要做的功夫 在Greve Ketch 也有提到 然后再次我们在这边有提到Memory Order 那我们在Linus核心设计里面 也会专门针对Linus Order 去探讨相关的议题 所以相对于这一次我们就是一个潜谈 就是把这个大概的概念稍微提供 我比较遗憾的地方是阿修还来不及讲 不过我就之后的讲座再去跟他探讨 好 那么今天大概就到这里